跟那个墨写题 然后在选择题里面呢 我也给大家选择了很多不同 不同种类型的题型 从看封面图选标题 到看标题选封面图 然后再到看一个标题 选哪个是正确的封面图 我在把题跟脚本都确定了之后 基本上这期视频的前期的脚本部分 其实就结束了 朋友们今天是周五 然后这个是这个视频准备的第二天 昨天把大纲写完了 今天我要确认 今天我要把那个道具给确认了 买道具 然后因为今天周五了 然后周六周日休息 然后到现在还没有确认 下周星期几拍 然后今天摄影师也没来 所以今天其实进度并不多 今天能做的事情也不多 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在写企划的时候 大概用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设备 这个是我的iPad 我平时用备忘录和底下这个Notion 来写一切文字相关的东西 然后底下这个键盘呢 是苹果出的那个叫什么 妙控键盘 还叫什么玩意儿呢 买它的原因有两个 一个呢是它是这个是磁吸的旁边 我直接 哎一下就好了 然后它这个键盘的手感也很不错 然后这个就是我平时大概一整个操作时候的样子了 我就得打字 在确定了嘉宾之后我还要做什么呢 就是同步信息 二是买买买买道具 其实这期视频买了一个抢答器 可能最后视频里面它的存在感不明显 因为这两个人根本就没有抢答这个情况出现 但是我在设计脚本的时候 我预计的是这两个人一看到这个题 哎马上就知道结果了 然后两个人同时都说我知道答案了 然后我就不知道去选谁嘛 这样的话有个抢答器 哎能告诉你谁先按的 我觉得比较公平我是真的没有想到这两个人 惨不错了 在前期的物料跟脚本跟题跟人都搞定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进入下一步骤了 就是拍摄 今天 是拍摄日服吗 老番茄应该是今天吃完午饭过来 然后现在是午饭时间 我准备把后面的这个拍摄厅稍微整理一下 准备一下道具 其实呢 这不应该是我一个人办的事 应该是我跟摄影师 我们两个一起完成的事情 但是呢 今天摄影师没有错 董老师 他大早上上厕所的时候腿麻了 没站稳 一拳打到他那个门上的玻璃了 导致他现在负伤了 不知道今天几点能过来 所以我先整整 我们今天应该就是这个拍摄间在拍 他们坐在这儿 对吧 然后看着我们这边 然后这边就是打的光 这个是头顶上的灯光 然后这个是面光 然后等一下这里 应该会打一个 往墙上打一个反射光 折射到墙上 然后让整个光看起来更均匀一点 我们先把达尔文效应的灯打开吧 耶 OK 有了 然后再把这个灯打开 OK 这个灯打开 OK 现在就是灯都打开之后的样子了 朋友们 但是我跟大家就是真心换真心 好吧 我个人觉得其实假如说你是一个个人阿部署 然后平时也就做个B站视频什么的 不需要打这么多光 朋友们 这些光都是不需要的 你们最多就买一个这样的灯 朋友们 但是呢 一定要买这样的柔光照 朋友们 这个柔光照还是蛮好用的 然后呢 你就站在灯的面前 其实这个画面已经很好看了 当然了 就是这是我的个人观点 反正你只要不是什么影视飓风这种类型的阿部署 你想一句什么就这么打就可以了 够用够用 不要想别的 够用 在拍摄的时候呢 各位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画面 例如说是否对焦正确 是否白平衡参数什么都是对的 打光是否像我这样就是脸上的光是打匀了的 麦克风有没有插 存储卡有没有戴 对焦有没有对到脸上 这些都是听起来很低级 但其实每天都有人在犯的错误 在距离一点半还有半个小时 希望我们的摄影师能够赶紧完成 不然的话今天这个拍摄我就要全都自己弄了 哎 摄像老师倒了 摄像老师跟老番茄一起倒的 我们已经把设备都架完了 抢搭器和屏幕都定好了 Are you ok ok 选招人 太牛了 ok朋友们这是我的导演椅 我们现在已经万事俱备了 准备把人叫来 ready了 好久 呀真不容易 大腕你们来了 切哥来了 准备好走了吗 很好 哈哈 穿外套 你是不是这带的 护照带了吗 干嘛呀 哈哈哈哈 你来了我就一直想回去了 今天 不是 哈哈 不是去西藤吗 是西藤带什么护照 哈哈哈哈 除此之外呢 各位在拍视频的时候要注意的就是 要学会调节出镜人的情绪 你拍东西的时候 你一定要学会带动你嘉宾的 或者出镜人的这个情绪 不能让他们像死人一样坐在镜头面前 对吧 而且这不只是你要带动出镜的人的情绪 其实你要带动所有人的情绪 包括不出镜的摄影师或者是编导或者是录音师 就是我是反正我拍视频的逻辑是我希望大家一起都参与到拍摄这个环节中来 大家一起开开心心的不管是干嘛 这个东西很难用逻辑跟大家讲清楚 但是其实看视频的观众能感受到就是如果整个拍摄的氛围非常的开心 观众自己也会很开心 所以他们如果做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或者说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 我在镜头另外一边我也会笑 然后大家也都会笑 就是他们看到了我们给他针对他这句话做出的反应 他们也敢讲这个的话 其实这个就是你来我往的一个情况 等一下提刚开始热身提是今天热门排行榜上的视频 你们要准确的说出来标题 今天热门排行榜上的 今天热门排行榜上的 排行榜加热门 现在能看过 不能然后第二题第二part是选择题 这个选择题就ABCD反正你们自己选这个就是抢答 然后第三部分呢是图形题就是给你们看封面 是那种非常非常经典的视频的封面 你们要完整的说出来标题 up主跟分区 但是是那种你们一定看过的视频 确定啊 确定是那种入战必看的 okok 我看到这个钥匙拿出来 钥匙真大了 基本上我们的视频都是一遍过来的 所以拍摄的时间非常快 这期视频拍了一个小时就结束了 我晚上也很可怜吧 哎没有 他倒了他倒了 别走啊他倒 回来了 最后每个人坐在一起 我意思都要记得 这个不好记 这个就是拉我都是完成的 对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先到这了呗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拍一个同学图吧 还真啥就这样做我吧 两个废人不怕 哎呀 那我们这一期主拍 我们这个板子要用上吧 其实都可以 看你要不要用 拍完了 我们就进入我们的后期环节 那我们后期使用的软件呢 是premiere跟剪映 那在剪辑的时候呢 我们剪辑的分辨率呢 其实是一个很特殊的分辨率是这个 用这个分辨率的原因呢 是因为我们的观众 其实大部分人都在拿手机看视频 然后这个分辨率呢 刚好是手机的全屏 各位在剪辑的时候呢 一定要记得带导演的思维去剪这个视频 你一定要在剪的时候去想 这一段内容 观众看了喜不喜欢 如果不喜欢的话就可以删掉 其实我在这期视频里面呢 剪了非常多的内容 我准备了很多的题 但其实正片只播出了一小部分 我删掉那些题呢 就是因为他们答的不够有趣 或者说他们的回答没有 不是我想要的 我就把他们都删了 甚至他们答题的顺序 我都做了一个颠倒 就是为了能够让那个效果更好一点 各位在剪的时候 一定要多想想这些事情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成片 其实我们在拍摄的那一天呢 就已经想好了我们的封面图怎么设计 好准备 好 开拍 不过也在看哪里呢 看你啊 你在看哪儿啊 你得看镜头 你没看镜头啊 我没看镜头 我看了 OK OK 我觉得还可以 哈哈哈 第一张就可以 可以的 可以 结束 收 收 然后呢就是标题 其实我是个起名废 标题都是大家集品想出来的 然后就是成片的一些修改 因为这个视频做完了 不可能一变成了 对吧 这个视频其实要发给两个出镜的人看一看 然后我们团队内部的人也看一看 我综合了一下大家的意见 对这个视频进行最后的几个修改 然后我们会把这个视频传到月流上面 去给大家做这个审阅 对不是广告啊 朋友们月流这个平台 是一个神月的平台 就是你把你自己的视频传上去 然后可以分享一个连接 给所有需要看到这个视频的人 然后他们可以根据时间戳去留 几分几秒 他就在旁边像弹幕一样告诉你 这个东西要改 那个东西要改 还是一句话 不是广告 但是听说我们是白嫖了人家的服务 所以给大家推荐一下 也蛮好用的 好吧 视频改好了 标题洗好了 后面团也做完了 一期视频就传上去了 一个视频的制作的流程到这就 结束了朋友们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别忘了一键的 大理一键三连 或者点个关注 这些都是可以的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886 我来当一次沈刘霞 看了本期视频你就会当白大 开玩笑的 不过确实有很多朋友在那个私信和评论里问我 哎公商我想当一个UP主 怎么做 所以这期视频呢就跟大家聊聊 如何从零开始当一位B站UP主 这期视频呢将会主要跟大家分享一些 当B站UP主的心路历程 如果各位想要看如何拍视频 如何剪视频的话呢 欢迎爱大力的一键三连 后面我会跟大家去分享一些这方面的经验的 而且本期视频分享的其实都是我的个人经验 我说的就不一定是对的 各位不要把我的话当成了 至理名言去对待啊 都是我的一些工作经验 就是保命声明一下 好了不啰嗦了 开始聊本期视频的主题 我总结出来的第一点呢就是别想太多 其实这个问题呢不只是针对新手的 这个问题也会发生在我 以及我周围认识那么多的UP主身上 就是大家在做视频之前 会想非常多有的没的的东西 因为你想太多的结果 就是你这个视频这辈子都做不完了 尤其是一点经验都没有的朋友们 我觉得你就别想了 你做了视频你就传吧 大概率这个视频没什么人看 大概率你这个视频可能质量也不够好 但是我说句实话朋友们 你迈出第一步 哪怕这一步非常非常的渺小 总比你原地塌不强 所以呢朋友们 我建议你别想太多 把你想做的视频就做了 而且我建议你别只做一个就结束了 你多做几个 你这个视频主题题材什么都不限 你比如说今天 我买到了一个我特别喜欢的这个口罩 给大家看看 这是happy王牌子的口罩 特别好 它哪好呢 它 哪好 口罩有什么区别吗 对吧朋友们 你是一个对口罩特别有研究的人 你就可以给大家做个横向评测 哪个口罩好哪个口罩最不好 这不就一个视频出来了吗朋友们 此时此刻你的目标不应该是 你要在网上做一个爆款 而是你要把一个个视频做完 然后你在这个视频做完的过程中 你体验到了做视频所需要的全部步骤 不要小看过程的力量朋友们 我所学会的一切技能都是在这一次次的循环中 逼自己硬学会的 所以有想法的朋友们 你就做就完事了 等你开始做视频了之后 我觉得我们就可以聊到第二点了 那就是如何寻找你的特色 那什么叫做特色呢朋友们 我们可以玩一个小小的游戏 我提个up主的名字 各位可以把对这个up主的印象打到弹幕里面去 好吧第一位up主拉克斯 肯定弹幕有很多人说墨镜男孩 施景区up主 额牙莎喜欢第一轮裸点三郎 再例如红尘滚滚 弹幕此时此刻就飘过去了 谁也不认识 差无此人你叫谁啊 朋友们这些就是特色 那所有你喜欢的up主 基本上都有一个自己的特色 那如何寻找这个点呢 其实也不难对吧 我们就举三个圈 第一个圈是你自己喜欢的东西 第二个圈是你会的东西 第三个圈是观众想看的东西 然后在那三个圈交接的那个点 这个点就是你的特色 此时此刻大幕估计肯定会有人说 我其实什么也不会我能不能做 我相信每个人的生活都是有趣且独一无二的 我觉得你缺的只是一个擅长去发现那个点的眼睛 话说回来哈 这个东西呢其实是需要你去碰的 各位可以多尝试几个不同你感兴趣的领域以及题材 看看哪个方向在数据上面表现更好 各位就可以根据数据好的那个方向 再继续深更更多的内容 这个过程有的人试一次就成了 有的人试了很多次都不成 这个东西呢各位只能慢慢的尝试了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做什么的话呢 我觉得你可以这么想就是首先你是做什么的 比如说你可能是学生 你有可能是老师医生律师出租车司机 其实你在b站上你会发现大家的身份都是很多元化的 不代表你的这个东西小众就没人看 我觉得你的身份大概率就决定了你做内容的方向 然后你可以去看一看你正在做的这个领域里面 有没有什么空白的地方 对吧你去看看大家都在聊什么 然后你去看看哪些东西大家说的少或者说的不够 哎这个就是你可以切入的一个点 不要觉得在你的视角里面稀疏平常的东西 在别人的生活里面也是那么常见的啊 那聊完这一点呢接下来是第三点 就是如何制作一个好的视频 那我觉得一个好的视频呢一定要包含最基础的四要素 分别是故事的开始故事的发展故事的高潮和故事的结局 说人话就是你这个视频点有头有尾的哈 不能就是大家看了一半呃没了 那这个视频拥有了这四要素之后呢 我觉得它也不能算是一个好的视频 我觉得它是一个合格的视频 对吧就是这个东西非常的基础 如果你没有的话我觉得你这个视频的观看体验将会非常的差 所以如何把你的视频从合格变成好呢 我觉得接下来就是非常重要的几个点了 各位在做视频的时候必须要考虑的 那就是你要明白你的观众想要看什么 例如说你点开了一个游戏实况的视频 那你点开之前你肯定期待这个视频是这个游戏的一个游玩的视频 对吧假如说你点开了之后发现它变成了一个手机 的评测你肯定会觉得这个up主是不是脑的有点病 对吧 所以你要明白点进这个视频的观众想要看什么 然后并且把这个东西给它 我觉得这是个最基本的尊重 不然的话你大概率就是标题党了 在你满足了观众对你的需求之后呢 我觉得你的内容可以再延展一下 那这个内容上的延展呢最后无外乎会落到两种不同的类型上 一种是新鲜感一种是共鸣 所以你会在b站看到很多那种炫富的视频 开几千万的跑车买几百万的表的视频 点击率非常的高 或者是那些吃播的视频点击率也非常高 就是因为这种类型的视频呢就满足了观众的好奇心很新鲜 那共鸣呢一般都是情感上的共鸣 例如说去年最火的视频二舅 例如说那些生活中美好小瞬间的魂简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嘛 其实我个人一直认为影视飓风是 所有up主都值得学习的标杆 他们的视频非常的工整 例如说他们给观众提供新鲜感的视频是什么呢 用超高速摄影机拍摄魔术师的表演 这些都是给观众提供新鲜感的内容 而且他们这种视频呢他们非常的明白 他们要给观众惊喜的感觉 所以他们在剪辑以及整个内容的策划上面呢 每一分钟都在想如何的去刺激观众的感官 让观众继续看下去 而影视飓风做的那些给观众提供 共鸣和情绪价值的视频呢 其实他们做的非常的有章法 例如说他们之前收集粉丝的画 然后送到天上的那个视频 其实就是一个教科书级别的内容安排 最开始他花了一小段篇幅 去跟大家讲把这个东西送到天上 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 然后接下来进入这个故事的发展 就是他找了他的朋友 他的朋友们在找他们的朋友们 然后最后惊动了很多人去完成这个项目 制作这个设备 在故事的高潮部分呢 就是他们去发射这个设备 然后他们在高潮这个部分呢 用了一个非常经典的技巧 就是他们最开始先用一定的篇幅去描绘了 他们这个东西飞到天上掉下来了 然后之后再也找不到在哪了 而且一直跟观众突出 他们的时间所剩不多 而且他们只剩下一台机器可以往天上飞了 让观众一直有一个低起来这个心的感觉 对吧 最后发现哇成功了太牛了 他有一个情感上面的宣泄 然后最后进入这个视频的结尾 其实这个视频是一个非常非常教科书级别的好的视频 各位如果真的想做这种类型视频 可以多看那个视频 看看他们在每一个阶段用了什么样的技巧 让观众继续看下去 当然了哈 这些技巧好用归好用 各位不要什么视频都用 我以前看到很多视频就是什么 去什么私人公馆吃个饭 哎前半段是吃播 然后后面突然的升华到了 哎呦那个跟他一起吃的那个 他的爸爸怎么怎么怎么样 然后怎么怎么怎么样 然后最后突然升华了一个小作文 突然莫名其妙产生了一个情绪共鸣的点 然后我就啊 人和人的情感是没那么容易相通的 如果就是没有的话就别硬夹了吧 哈哈哈 如果你的视频这些点都能满足的话 我觉得你已经是一个非常合格的阿富主了 接下来你要考虑的是如何无限进步了 哈哈哈 就例如说周庚嘛 对吧朋友们 其实周庚是一件非常有压力的事情 就例如说我每个礼拜都要想办法拿出一个视频 让你们觉得有意思 我就脑海里面有这个想法 我就觉得压力山大头发狂突 你知道吗 除了周庚以外呢 你还要想办法的去提升你的拍摄 你的剪辑水准 你要学会如何的去营销你自己 你要天天去研究 例如说B站这个平台现在的算法往哪走 例如说B站接下来大的变动 B站接下来我听说真的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动 各位就是 我反正听到的版本让我觉得 不好说 朋友们很难评价 要学会不断的进化自己 而且当阿富主只是一个职业选项 对吧 例如说我一直以来都有在考虑要不要去加州去学如何拍电影 我一直在想这些都是人生嘛 很广很大 大家不要把当B站阿富主这件事情是一辈子的事情 接下来就是我跟大家讲的最后一点就是要学会持之以恒 其实我几乎没有碰见过那种上传了第一个视频就在网络上面爆红 然后接下来发的每个视频大家都贼爱看的人 我真的生活中是从来没见到过的 相反的其实我认识的阿富主都是做了非常多年的视频 默默无闻 然后直到碰到了一个机遇 哎他就火了 所以各位其实要这么想 就是 你现在所做的一切 不是为了你现在怎么怎么样而做的 你要想的是将来那个机会降落到你的身上 你又没有办法把握住 所以呢我还是希望各位想要做视频的话呢 就坚持下去 笑的最响的那个人不一定会赢到最后 但是笑到最后的那个人一定赢麻了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其实今天这个视频呢我觉得还是蛮模糊的 很多的点没有跟大家细讲 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大概的了解应该够了啊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别忘了一键三连 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里面聊一聊 你希望我接下来聊一些什么样的主题 而且我也不会只有我跟大家聊 我会请一些我认识的阿富主朋友们 跟大家一起聊聊你感兴趣的话题 好吧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886 今天我们的宵夜酸豆角肉末意面 嗨嗨嗨 我们下期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 里面的宵夜酸豆角肉末意面 我们下期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 再次准备的顺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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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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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 我们来看 对不起 这个结果 感谢观看 你们的 我们来 我没听过 Calculate 然后我们来 告诉你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他跟你说你在这一下这几个时间点去入睡 你在九点醒就不会特别的累 大概就是这样 哦这个网站有意思朋友们 这个网站有意思 可以做一个体验视频 朋友们因为我不用上班嘛 我就属于那种就是想睡到几点醒就睡到几点醒的 但有的时候假如说就是今天上午就有安排了 我每次起床都比较痛苦 所以说有了这个网站我可以真的可以试一下 就是如何让自己不那么痛苦的起床 Driven Listen 就是模拟你在全世界各个地方开车的时候的一个模拟器 哦来我们来试一下上海 哦它还有不同的可以骑车走路 哦这是哪啊这上海是哪啊 哦有种沉浸式的体验 足不出户就可以体验开车的感觉 哦不是浦东 哦这是浦东没去过朋友们 那我们来试一个地方 例如说Tokyo 哦可以 风筋看一下 哦 这是哪啊 金子这是银座 这是2019年 看到左边那个标没有 2019年录的录像 哦 哇这好高雅的感觉 哦这个这个帅的朋友们 这个帅的 牛的好了朋友们 今天呢上网冲浪到这就结束了啊 今天不知道你们对哪个网站影响比较成欢迎在弹幕和评论里面跟我说好吧 如果你觉得本期视频提供的网站对你有帮助的话 别忘了一键三连然后点个关注什么的也是可以的 然后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886朋友们拜拜 哈喽大家好我是虹城 今天是七七节 不知道这两天从哪刮出来的怪风 我现在打开微博打开微信 全是这个烂梗 你好我是你朋友为您预定的七夕蛤蟆 祝您七夕 咕呱咕呱就是咕呱 除了咕呱就是咕呱 咕呱咕呱咕呱 我咕你 此时此刻我相信弹幕上也一定有一堆人在那刷 咕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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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刷这些烂梗我真的一不 为什么我觉得它是个烂梗呢 因为它本质上来讲是个谐音梗 而且发的人他自己也咕呱咕呱 然后发个视频嘲讽其他咕呱咕呱的人 在那咕呱咕呱咕呱真的很烦 back to the point 今天是七夕节正在看视频的你 想想也不可能过这个节 过这个节的人不会这个点看视频的朋友 你相信我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倍率现场 但是在我们看车之前 我还有一些几句话想说 希望大家能明白看这视频就突一乐 没有别的意思 如果你经历过或者说你正在经历 或者说你朋友经历了 I'm sorry to hear that 今天这个视频就是单纯的想要搞笑一下 希望不要各位不要往心里去 好不好 反正我是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 不是因为我是清场高手 而是因为我根本就拒绝谈恋爱 从根源阻断这种事情发生的可能性 是不是这个方法太棒了 我简直就是情感大师 让大家看视频哦 今天这期视频上来就整个猛的哦 你在你男朋友家的床上 还能想着给别人发这样的短信 是就是你的脑回路是怎么想 真的不怕被抓到吗 朋友 我怀疑这哥们应该是早就已经有所怀疑了 所以抓到正面之后 直接说给爷爬 虽然说这种做法非常的直接就利落 但是我还是期待能不能有更多的 更多的花样出来 这话实说 这个拿脚夹镜子这招高 实在是高 但这个男的演技真的是非常的自然 你知道吗 如果没有这个镜子的话 我可能直接被骗 打开这种视频 我就是期待能够看到这样的剧情 就非常直白 兄弟我不喜欢你了 我劈腿的那个男的长得就是比你帅 太顶了 这个视频我说句实在话 最有意思的就是 他们是在那种汽车餐厅的那个通道那 吵起来的 旁边的收音员就在那儿围观了全程 我真的我要那个收音员 我脚趾能尴尬地抠出来一个迪士尼乐园 我说句实在话 挺佩服这位大哥的反应的 我要换我 我直接走了 我看不得 我看不得这种剧情 太恐怖了 首先我不知道这个大家非常熟悉的相声 竟然已经出口到海外了 第二点就是 兄弟 你看看这个 你看你旁边这位妹子的表情 兄弟 我相信在这一刻 你不仅就是了你的现任女朋友 你旁边这位妹子估计也要跟你say goodbye了 反正你被拍到拍到了 你就不能当个男人从头摟到底吗 没有金刚钻就不要懒那个骑士活 这点心理素质都没有 你还劈腿 劈个垂垂 Driver跟我交往了六年的男友 在我自己家里偷心 实话实说交往了六年还被劈腿 这个有点伤的 说句实在话 其实我不是很理解 也就是劈腿的人这个心理的活动是怎么想的 就是我觉得你们既然交往了六年 合适不合适应该早就有所了解了 我觉得该提分手就提分手 你这种多那什么 多尴尬啊朋友们 I would just like to thank y'all for coming here That's it That's what you want Like I really couldn't ask for better friends 哇他不会在这个亲朋好友人面前 来一波大的吧 And I would like to thank Sancho for making me realize I deserve so much better Because every single person here Know that you were trying to talk to some girl named Demi Oh And about being friends with Like literally all of us have seen Gingshots and stream recording Of everything you sent her Especially within the past few days And how you were texting her And then in her videos You literally sent her the same picture you sent me today Oh my god Yeah So in case you didn't figure it out We're over Oh my god 哇现在还有人把那个包拎出来了 Yeah Woo 太牛啦 我的天哪 这是 Wow 这种剧情我以为我只能在那种韩剧里面看到 没想到这种东西真的真实发生了 太屌了 给这位姐姐鼓个掌好吧 给 You deserve better You deserve better Yes you do Alright so on the way home You guys down to play You know two truths and a lie Let's g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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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st between Alright TikTok Yeah yeah Tiktok So first one is I'm six foot two Alright Second one is I'm five hundred pounds Hahaha Get out of here Third one is you're stopping my girl bro That's funny You're not gonna admit that you're stopping my girl You're still gonna fucking lie to me right to my face Are you serious Oh my god 天哪 你太牛啦 我这是什么剧情 I'm fucking recording Fuck the fuck out of here bro You stop my girl did you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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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cking car Yo could you kick him out Stop the car Could you get him out Stop the fucking car Just get him out of here bro Fuck you bro Fucking faggot Fuck you Fuck you how is he mad I don't fucking know 记得用笑眼示伤 说句实在话 这两个人只打了个嘴炮 让我觉得非常的缺少点什么 他们两个真的应该真人PK一下的 而且开车之后也跟刚才那个在快餐店一模一样 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莫名其妙被卷进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场景里 我要是当时开车的人 我就直接把这个车开进翻钩里面 这车翻了都比现在这个情况 好 Do you guys wanna play Two Truths in a Life Oh 又来 朋友们又来 一模一样的剧情 Yeah OK OK um I'm blonde OK um I used to play competitive basketball OK Obviously not And um Victoria's been sleeping with my boyfriend Oh Chisah you're sleeping with my boyfriend Yanah What You've been sleeping with my boyfriend I know Can you turn the phone off? No Maz are you fucking kidding me? No Turn the phone off No This isn't funny Madison turn the phone off Stop 雖然说时间人物地点不一样 但是反应是一模一样的 为什么就是被公开处刑了之后 他们第一反应是不要录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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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来讲就是如果有人往你身上泼脏水 你第一反应不应该是否认门不是 你别拍了你别拍了这也太做贼心虚了吧 这两视频真的不是演的剧情也太像了 甚至有一个完全不知情莫名其妙被拽进去的第三者的设定 感觉就是尴尬不能只留给两个人一定要再分享给第三个人才行 是吗要保持一下平衡 Girl and our friend group ruins everything by sleeping with another girl's boyfriend Check It's literally you What You're literally caught you slept with Carson's boyfriend So You literally Where are you filming concept? She's on her way of right now You're literally caught up right now Because you're literally caught up we literally have proof How do you guys- You're literally run,You're literally running away What zhOla isrsOla Because i thought you were my". ahah viewer�及作朋友 You're literally ruining,Okay whatever She's really psycho So Really? I 这个人是认真的吗 兄弟你绿了别人 然后你说你们不要这么对我 你们这么对我是错的 前面这几个视频都难以理解 就是你都已经做错事情了 为什么你还能理直气壮的 指责别人做的事情不对 实话实说朋友们 刚才我不提到了心理素质这个阿的吗 我觉得刚才这位的心理素质非常的好 他在第一时间把脏水外引 霍水东眼 兄弟们把牛打到公平上好吧 我觉得这种选手也属于比较少见的 我爸出国了 民主和肉关系 我组织组织语言 并竟是录视频 咱不能说脏话 这个当爹的是 做出来这种事情 随机实话 看这个视频稍微有一点点神奇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个态度有点太招生法了 你看前面的都是 要么就是 试图祸水东眼 要么就是试图否认 反正就是无论如何 就是他们对待别人 指控他批水件事情 就是明显是非常看重的 但是这个当爹就 我走了 兄弟我走了 拜拜 我会离开这个家的 拜拜 这是该有的态度吗 我朋友们 有的时候不得不说真的当个人吧 今年真的动物世界没有这个当爹的 我不看的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全部内容了 请大家记住一个横骨不变的真理 就是出轨必死 死透透的 好了如果你觉得本期视频内容 很有意思的话 别忘了一键三连 或者点个关注 这些都是可以的 谢谢各位老板 多头头皮 多发发弹幕 谢谢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8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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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最后说这个宝贝是对那个男的说的吗 家人们你们好 现在是凌晨到 两点钟 今天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 是什么日子呢 我给你们说一下啊 今天是新iPhone发售的日子 然后我要去买个新手机 那有两个典故 就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首先是 为什么我要换新手机呢 原因很简单 朋友们给你看一下 这是我现在的手机 他屏幕碎了 朋友们 就在发布会开始的前一两个礼拜 你们多巧啊 苹果刚发新手机 我的旧华为 他屏幕就不小心被我摔碎了 真的是太巧合了 我真的不是故意摔掉朋友们 他就是有一次拿东西的时候 没注意放在最上面 然后他就从很高的地方摔到了地上 脸着地了 他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然后呢 还有个点 就是他年纪也大了 空间也满了 反应也慢了 我现在开个软件都要等它好久才能反应过来 所以我决定换新手机 然后第二个点呢 就是我这个视频其实是有点突发奇想的 就是刚才我洗手的时候 这个屏幕的那个水顺着进去了 他现在整个屏幕是不好使的 朋友们 就是我这些边缘 他都已经触控不了了 我不能再接受了 所以刚好赶上今天iPhone新手机的发售 我准备去现场买 我年纪比较大 给年纪比较小的观众们解释一下 那就是在10年前 iPhone发布是一件非常隆重的事情 每次发售前的一天晚上 就会有人带着帐篷去那熬夜排队 就为了当天能够买到手机 我以前上学的时候经常看到有人大半夜就去排队买新发售的iPhone 我当时就觉得哇塞太酷了 我也希望能变得像他们那么酷 那当然10年后的今天 我真的不知道门口会不会 我说句实在话 我从来没有当过一个时尚的弄潮儿 今天我就想当一次 我就想体验一下 站在冲浪的最前端 体验最新的科技是什么感觉 所以刚好我朋友提醒我 今天新的iPhone正式发售 我想着 那我要不就直接打车去苹果店的门口 就看有没有人跟我一样有病一样的在熬夜排队 另外一点就是 我现在也特别想知道 那个iPhone的首发日 到底还能不能在没有预约的情况下 买到新的iPhone 然后呢 现在苹果不是搞那种就是预约制嘛 然后刚刚在那个官网上面看了半天 我根本就没有看到 你没有预约到 不能去现场买的这样的字样 所以我觉得我去现场买 应该还是有一定机会的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这次熬夜排队的一些 提前准备好的一些小工具 我今天其实在家里翻了半天 翻到了之前 其实拍视频里面没有用到的道具 给你们看一下 首先为了保证我在那不是傻站的 一个小折叠椅 这个明显是给我这个size的人买的 但我们到时候就可以看到 我这个大屁股到底能不能塞进去了 and这个东西 是一个折叠的小桌子 也是之前为了拍别的视频 但是没有用到的道具 除此之外还要带些什么呢 朋友们 first of all 水 听说人的一天要喝几千升水 所以我准备在那不能把自己渴着 我另一大桶过去 然后呢 朋友们还有很多吃的 肯定我是不可能把我自己饿着 朋友们 我其实拿了很多吃 这些只是一点点 到时候我已经想好了 在苹果店门口给你们做吃播 朋友们 这个视频真的绝了 然后呢 朋友们 接下来我要带的东西呢 就是书 这本是我之前买的杂志 2020年11月份发的杂志 我买回来 一个字都没看过 就那个字幕总打错别字 我决定提升一下自己的文化素养 朋友们 看会儿书 然后 朋友们 我还要再带一个笔记本过去 因为我想在那儿真的就没事干的时候 还要把工作做一做 对吧 我还有一些视频什么的没有剪 我觉得在那儿剪完 朋友们 我刚刚在收拾东西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希望跟大家说清楚啊 就是大家一定要建立正确的消费观 虽然这期视频 关于我去买一个非常昂贵的科技产品 但是我能买它的前提是因为我有工作好吧 我有正常的收入 能不能第一时间买到昂贵的电子产品 并不能证明你这个人是否真的酷好吧 酷是由内向外发散的一种立场 我也不知道那个东西长什么样 反正我没有 但是能买到东西不代表酷 只能证明你这个人有点人傻钱多素来好吧 我应该就带这么多了 好了朋友们 我现在把这些东西收拾一下 然后打车去苹果店 出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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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没有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朋友们我很兴奋 朋友们现在是两点半 我上车了 现在再去往苹果店的路上 完了相机不对焦了 对焦对焦 我不相信2021年了 还有人像我一样无聊 在苹果店门口排队买手机 所以朋友们 如果现在到了店门口 发现门口一大堆人 我真的朋友们 刚场自闭 司机还开错路了 问题不大朋友们 问题不大 我来看看我们还有多久到 我们还有半个小时 没有人 真的没有人 一个人都没有 到了 门口一个人没有 但是里面已经开业了 你看里面连排队的位置都有了 太离谱了 我把东西已经架好了 那边有宝安在看我 有点小嘎 吃点东西缓解一下 我知道我说如果门口有很多人在排队 我会很自闭的 但是我没有想到更自闭的情况就是 门口一个人都没有 只有你一个人在这 我的右边是装修的工人 左边是宝安 然后里面还有苹果店店员 没看到我坐的这个位置 刚好在店员的视野盲区里面 因为实在是太羞耻了 怪奇怪的 我现在贼怕他们把我轰走 所以朋友们接下来是 苹果店门口的吃播 第一个单品 酸杂肉 完了朋友们 我这个计划 第一个漏洞就出来了 我没有带垃圾袋 朋友们 我吃完东西的垃圾放哪 我刚刚查了一下 他们这个地方早上10点开门 现在是3点 我要在这再待T个小时 然后我今天下午还有工作 我今天这包熬夜 绝对会把自己熬崩 对我明天早上 还有很重要的考试要去考 所以说今天其实 突然选择心血来潮出来 买手机这件事情 是一个非常不理智的行为 我刚才在来的路上 一直在想这件事 但是没办法 人都坐在这儿 只能冲了 所以今天 这期视频 只能成功 不能失败 我觉得我要失败 我真的心态崩 崩到明年国庆 我除了水 我还带了奶 朋友们 我真的 我还带了咖啡粉 朋友们 警方我困了 我真正是准备的 可以说是非常的充分的 没约好能买吗 但没约好了 今天可能现场都能买 朋友们 凌晨三点半 我的苹果手机购买之旅 在开拍了一个半小时之后 结束了 因为他们现场不卖 但是我人已经坐在这儿了 脸已经丢了 所以我写定在这儿给你们 简单讲讲 我刚才跟这位 苹果的店员小哥 沟通了一下 是什么情况呢 就是苹果的零售店 在首发的这几天 可能是一个礼拜之内呢 只接受预约好的顾客 像我这种决定 临时过来排队买的人呢 可以去吃屎了 差不多就是这种感觉 当然人家说的很很客气啊 但是我感觉就是我在吃屎 所以今天这个视频很快的就结束了 当然我用我的血汗经验跟大家说了 不要在首发日排队来买 你买不到的 怪丢脸的 我现在只剩下丢脸了 好不认识当一次时尚的弄潮尔 然后被无情的事实甩在了脸上 把我的血汗教训 希望大家能够记一下 反正这是一个很老的视频 我都不知道我最后能不能发 如果你觉得我的遭遇很惨的话 别忘了点个赞 或者搞个一键三连 或者点个关注都是可以的 这期视频就到这结束了 我在这做了没有 没超过20分钟 朋友们 就被人通知了这件事情 再见 Alright 大家好 我是龙城 今天我们来搞点哲学 今天视频的主题很简单 就是我们要做一个人格测试 没有错 今天我们要做的是这个MBTI测试 给大家科普一下MBTI 是一个什么样的测试 它的全称叫做 Meyers Bridget's Type Indicator 是两位美国著名心理学家一起合作 做出来的一个测试 它是基于瑞典心理学家卡尔荣格 在1912年发表的著作 《心理类型》为基础而得来的 看到这儿你们肯定会想 哇 龙城你怎么知识涉猎的这么广泛 其实我刚刚刚查的那个百科我才知道的 我都不知道在这之前我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我们接下来开始测试 好吧 第一个问题 你发现在向别人做自我介绍时有困难 我觉得是有点困难 因为我这个人尤其是在向陌生人去讲我做什么的时候 我特别发现我开不了口 所以我决定点同意 你经常陷入沉思忽视或忘记了周围 给大家讲个真实事件 就是我在上小学的时候躲在路上 不知道我的脑袋里面在想些什么 我走着走着 撞到了路边的那个空调的外积 然后直接倒在了地上躺了半个小时 没有人管我 没有错 这个世界就是这么冷漠 下一题 你总想尽快回复电子邮件 无法忍受杂乱的收件箱 反对 我的微信现在有55条未读消息 这还在我昨天还特意亲了一下的情况下 我平常都是两三百条的未读消息的 我的邮箱有2058封未读邮件 所以很明显我非常可以忍受杂乱的事情印象 因为我基本上不看 我发现即便有些压力 我也能轻易保持放松和专注 我决定显示 我发现我这个人其实对压力这件事情的灵敏度非常的低 我很难感受到我有巨大的压力 所以我既然感受不到压力 我就可以持续的保持放松和专注 是不是很有道理 朋友们 下一题你通常不会主动跟人交谈 分情况 如果是面对面那种就是真人见面的情况下 我的确很少会主动开口 但是如果是在网上就是聊天的话 我还是经常会主动找人聊天的 说白了我就是典型的现实力我威威诺诺 网络上我重拳出击的代表型选手 所以这道题我决定点中立 因为是分很多不同条件的 下一题你很少出于纯粹的好奇心做什么事 这道题我决定点反对 认识我的人应该知道 其实我这个人做很多事情的初衷就是因为我乐意 你觉得自己比别人优越 我决定点反对 就是我这个人有一个非常牛逼的特长 那就是把别人的优点跟我的缺点做比较 你懂吗 我特别喜欢干这件事情 然后越比较我这个人心情就越糟糕 对你来说有条理比能适应更重要 我这个我觉得我点稍微有点反对 其实对我来讲 如果能让我适应一个东西更重要一点 他有没有条理不重要 因为我相信以我的自仓 我肯定能理解 哪怕他非常没有条理 但如果我不能适应的话 他多有条理我都不太能够接受 好吧 我这个人非常的有条理 你通常都很有动力和活力 反对 你们看了我这么多视频 你们还不懂为什么吗 我就是网络上面最大的懒狗 对你来说不让别人感到不愉快 比赢得辩论更重要 分情况 就是假如说我知道 我说这句话可能会让别人感受到不愉快 那我可能会不说 但是呢 我的问题是我无法感知到我说的这句话会不会让别人不愉快 这要提我天 稍微反对 好吧 因为我还不是特别希望别人感到不愉快 下一题 你觉得必须向别人解释你行为的理由 一般反对 因为我的思想是 这个事情这么明显 我为什么还要再跟你解释 这不是在浪费我的时间吗 如果你跟我有同样的想法的话 我建议你改正一下 因为你在工作了 或者说你在一些团队工作里之后 你会发现 这样的想法是很危险的 因为别人真的不理解你脑子里在转什么 下一题 你的家和工作环境都很整洁 我给你们看看我身后 我的背没有叠 床上扔了本书 这个是笔记本电脑就在那放着 你的旅行计划通常经过深思熟虑 大大的反对 兄弟们给你们讲了事情 现在是早上九点半 下午两点我有趟飞机要飞 然后我现在没有收拾行李 这视频还没录完 然后我都没有买回上海的机票 你们自己去估摸估摸 我这个人旅行到底之前会想什么 你常常很难感受到别人的感受 同意 在与人讨论时 你更看重事实 而不是人们的敏感情绪 对的 其实我在去思考一件事情 尤其是在跟别人去讨论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更加重视的是 这个事情实际情况是什么样的 就是如果你跟我讲道理的话 我给你讲到天荒地牢 但如果你非要跟我聊感情的话 那 哥哥走了 你很少担心你的行为对别人有什么影响 以前是这样的 以前我其实属于那种不管不顾的人 但是现在其实我还是很看重的 因为我渐渐发现就是 尤其是在微博上的一些地方 我发点什么会有很多人去过度的解读 尤其是很多情况下 它影响的不是我自己 它会影响到我周围认识的人 我就更加担心了 所以我这道题决定点 同意你的工作风格遵循不定期出现的能量高峰 而不是采用有系统有组织的办法 非常同意朋友们 我跟你们讲我剪个视频可能其实只需要四个小时 但是这四个小时需要我两天的CD 你懂吗 其实我还是特别羡慕那些就是特别自律的人 他就每天就固定时间做固定的事情 然后做完了就可以move on去下一件事情 但我就不是这样的 我是经常那种拖到不得不做的时候才会做的人 其实我特别讨厌我的这一点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改不过来 你经常嫉妒别人反对 有趣的书或电子游戏成比社交活动各有吸引力 是的 每个项目最关键的是能够制定和遵守计划 我决定站在中立 为人父母你根源看的孩子成为善良的人 不是聪明的人 同意兄弟聪明人最没意思了 我跟你讲我认识的聪明人都不开心 但是善良的人他的生活一定是美满的 你更多是天生的即兴表演者 而不是周密计划者 非常同意朋友们 我做了这么多视频 其实我很少写稿子的 我就是打开相机想到什么说什么 我觉得这样更符合我的风格 其次我觉得如果我把一件事情非常周密的计划好了 我觉得他的乐趣就消失了 你喜欢参加须胜章或化妆出席的社交活动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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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原因是因为我这个人盛装或者化妆也跟 态度中重要 因为别人不在乎你说的事情对不对 他更在乎他的心情有没有被你的话而受到伤害 就好像我们是来参加幼儿园 而不是来工作似的 你总爱拖延直到没有足够的时间做每件事 同意我太同意了朋友们 你认为自己被别人喜欢比拥有权势更值得 是这个样子的 我觉得做娱乐行业的无论是什么真正的明星 还是在网络上做B站那不足 我觉得有那么一点需要从别人的认可里面 得到自己人生这个意义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是的 假如我的视频会有很多很多人喜欢看的话 那种感觉会比我当美国总统更开心 所以这两件事情基本上都不太可能 但是就是给大家举个例子 好吧 在社交场合你经常很主动反对 我这个人很少就是在社交场合主动跟人聊天的 这应该是最后一题了 我们来看看结果 让我们来看看我到底是不是心理变态 你的人格类型是逻辑学家 INTPA 这啥意思呢 从精神上来看我这个人比较内向 证明我这个人不是精神小伙儿 只有3%的人口为逻辑学家型人格 极为罕见 尽管如此 他们也并不在意 首先 假如这个是全全球的人口来看的话 其实3%的全球人口也不少了 几千万人呢 逻辑学家们展现出积极主动的创造型 异于常人的视角 以及永不枯竭的智慧 这都令他们深感自豪 人们常常将逻辑学家称为哲学家思考者或者是爱空想的教授 在历史的长河中 许多科学家发现就是他们的智慧之花结果的 丰硕果实 所以没想到我还真的就是搞哲学的呗 我觉得这话说的就像是你在看那种星座的那种运势分析 感觉话说的有点模糊 我其实我并不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具有创造型 或者拥有异于常人的视角 或者有永不枯竭的智慧的人 我觉得如果一定要描述的话 我这个人的智慧就像是喝完的空水瓶 看似还剩点 但其实没多少了 接下来讲讲我适合跟什么样的人 谈恋爱 聊这个我可就不困了 和你最相配的是陆军元帅型 专家型 作家型 和发明家型 这啥意思 这话啥意思 不论性别都倾向拥有最短暂的婚姻 意思就是 结了也会离 嫁给男性学者型的女人 不管他们本身是何种恋爱类型 通常都对他们的婚姻不满意 疯了兄弟们 这波雪崩 适合的职业有电脑软件设计师 系统分析人员 计算机程序员 数据库管理 故障排除专家 占领规划师 金融规划师 新型数学家 物理学家 经济学家 考古学家 历史学家 正确分析师 金融投资 所以没有up主是吗 看来我选错职业了 还有跟我同类型的名人 我们看看有 达芬奇 爱因斯坦 爱兰图灵 我记得爱兰图灵 跟我是同一天生日 你看1912年6月23日生 Me too Me too 居里夫人 达尔文 加利略 菲曼 Richard Feynman Leibniz 苏格拉底 亚里士多德 比尔盖茨 Larry Page 司马迁 巴菲特 李嘉诚 巴赫 Emma Watson 乔治 R 马丁 Wow 我既然跟这么多成功的人 是同一种性格 我却连他们的1%都不如 我现在有点后悔做这个测试了 感觉这个测试越做越对自己的人生失去了信心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别让我在视频开头说的 这个测试就图一乐 真正的人生还是要靠自己去过的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别忘了一键三连 拜托了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真的求求各位 多发弹幕 多一键三连 多评论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巴巴六 家人们 这两天有一个让我非常非常疑惑的事情 那就是 解斯曼 你看看这比香肠还要厚的嘴唇 你再看看这个大大的呆呆的眼睛 你要说这根 没关系 我不信的 所以这个东西自从发了之后 我就一直很想知道 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它是个手办 还是个动漫 还是个渲染图 就是如果它是一个实体的东西的话呢 那我有很多可以拿来拍的想法 对吧 把某个人的家里一面墙都换成它 或者说弄一个一米八八等高的一个超大型王 这些都是可以做的 对吧 但是呢 就在这个微博发了好几天之后呢 没有任何人知道 解斯曼 所以我觉得特别奇怪朋友们 因为现在大家都上网 总有一个人会知道解斯曼吧 结果还真的就没有 我还特意转了一下微博说 有没有大哥知道这是什么东西的呀 评论区里面除了玩梗的朋友以外 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 我当时就觉得 这也太神奇了吧 茫茫的互联网中竟然没有人知道解斯曼 所以我自己去搜了一下 然后我发现我也找不到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以为这是一个某种手办 所以我拿淘宝打开它 它有个图片搜索 搜了一下 结果发现摩袋 然后我就痴呆了 朋友们 但是这个痴呆没有持续多久 因为前几天 我的微博视频里面突然收到了一位朋友 他说 那张照片是我拍的 当时我在一个叫做深圳玩具展的地方拍到的 然后他给了我一张更完整的照片 然后我就说 这张照片朋友们给了我很多信息 首先这个照片里面有 这个角色的一部分的名字 前面的名字叫做Bono B 然后后面应该还有什么东西 然后左上角 左上角证明后面应该至少还有三个字母 然后这个照片的右上角写了一个叫什么LFG 我默认应该是制造这个东西的厂商 再加上这个照片是在一个叫做深圳玩具展的地方拍到的 我很确认他将来或者现在应该是一个手办 所以朋友们到这里 我知道了大部分的角色信息 大致的制造厂商 我应该能完完全全的找到这个手办了对吧 结果并没有 我在网上搜索什么是LFG 我只找到了一个叫做LFG的电影 所以当时我就觉得 线索到这断了 我又找不到这个角色是什么了 不过我突然灵机一动 深圳玩具展 那我是不是可以去查一下他们的这个参展信息啊 我这个思路是对的 但是我错估了玩具这个东西是有多么的火 今年在深圳办的玩具展至少都有三四家 我找了好久 终于终于找到了 一个叫做深圳玩具展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然后呢 在他们的微信官方公众号底下呢 刚好就有参展信息查询 真的添住我也 然后我就搜索了LFG 他就自动蹦出来了一个叫做Licensing Farmers Group 耶 那我们现在得到了这个公司的全程 我们总能在网上找到关于这个手办的信息了吧 Sadly no 在网上关于他的信息什么都没有 我只找到了一个他的Facebook主页 我还登不进去 这是日语的 我真的晕了 所以我们的线索又断了 不过我又一个领机一动 是这个样子的 他在参展信息里面有写这家公司本来的地址 然后我发现这家地址根本就不是中国的 这是一个在韩国的地址 大概看了一下 这个是在一个叫做首尔江南区的地方 别看给了个地址 其实给了我已经很多足够的信息了 首先我之前做的都是错的 我试图在中文的网站上面去寻找一个韩国的东西 你找不到不是很正常 所以我把目光投向了韩国自己的搜寸引擎 叫做Naver 说句实话话 这是个挺奇怪的名字 为什么叫做Naver 证明这个网站可能有 Naver 我真的是太好笑了 无论如何 这个是Naver的主页 我在这里面搜索 Licensing Farmers Group 我还打错了 结果搜索出来的结果非常的失望 什么都没有 我觉得从公司的角度去下手 寻找这个手办 应该到这就到头了 不过他倒是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方向 那就是在韩国的网站上面去找 所以接下来我把目光转向了这个角色的名字 刚才我们都说了 Bono B以及左上角有一个大概是什么样子的东西 当时凌晨2点的我一下就猜到了一个名字 你说这个东西不会叫做Bono B吧 因为你们看那个照片的左上角 刚好像一个G的下半身 然后ONG 你这脑子里面用来脑补一下那个画面 我觉得应该是BON 所以这个名字应该叫做Bono B 所以我在Naver上面搜索了Bono B BOOM 我真找到了 真离谱朋友们 BOOM出来了一个2020年12月份发的新闻 全部都是韩文的 I have no idea what it is 但这张照片已经给了我非常多的信息了 然后这篇新闻我稍微拿谷歌翻译了一下 然后我找到了真正设计这个IP的公司 它的名字叫做Sparky Visual Culture 然后我就在网上搜索他们的网页 然后BOOM 被我找到了 Bono B我们点进去看看 BONO BOOM ANIMATION 朋友们就直接找到了 天哪我们这个东西的真脸看着 也好像中国boy 然后我们接下来念一下 这位BONO BOOM同学的一些人设 首先他的性格 Curious and Playful 对万事充满好奇 并且十分喜欢玩 很像 很像谁 我就甭多说了 然后身高 正在长个 但现在只有15厘米 所以说这个人物大概也就 我不得不说 朋友们 这个小人 他这个 侧面45度角看的 真的 然后呢 Synopsis 他还有一个背景故事 朋友们没有错 他是一个多元宇宙里面的一个角色 A long time ago BONO BOOM would travel far away in space 很久以前 BONO BOOM在宇航中航行的时候 crash landed on the moon due to a spaceship failure 他的船出了点事故 撞到了地球上 而不是 撞到了月球上面 BONO BOOM sneaks into Apollo 11 escapes from the moon and has to earth 阿波罗11号你们应该知道 就是很久以前登月的那个飞船 他悄悄地躲进了阿波罗11号里面 从月球逃到了地球 After wandering around the world for a long time he met John Sully in Seoul 在地球上面 晃荡了很久之后 他碰见了一个叫做江雪莉的小女孩在首尔 真的奇了怪了 地球那么大去韩国了 多新鲜啊 being a pet in a place 去给人家当宠物的 BONO BOOM has a stable life hugging cuteness and love BONO BOOM现在住着一个非常稳定的生活 看起来特别的可爱 接下来更离谱的东西 来了朋友们 他还有动画短片 我们来看一看 好吧 好 第一个视频叫做 Dance like me 和我一起跳舞吧 3 2 1 这是什么舞啊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是什么舞啊 我也是 他为什么要一直笑得很欠扁啊 然后下一个视频呢 朋友们 是Vlog 没有错 第三次围的另外一个王翰哲 还是会继续拍Vlog的 太离谱了 我们来看一下好吧 哇 这个比例看起来真的好小啊 它真的只有这么大啊 朋友们 还蛮可爱的 哇 好悲伤啊 怎么这么悲伤啊 怎么回事 哦 哦 要带它出门了 天呐 高兴得扭屁股了 哇 哇 这么小 真的不怕被猫捡走吗 哦呦 哇 它为什么一直喜欢伸舌头啊 它为什么要伸舌头 你为什么还在伸舌头 哇 好听话啊 它为什么要这么跑步啊 哇 哇 它怎么还舔啊 啊 啊 它不会放个屁吧 如果放个屁真的是 真的是 噢 有个大虫子 它不会掉下去了吧 它不会掉下去了吧 哇 掉河里了 哇 掉河里了 怎么办 它掉河里了 哇 掉石头上了 哇 这没摔死 那么高地方 哇 这没摔死 能感受到这个人确实有点后头啊 我还去济州岛了朋友们 这个小外星人的生活比我的精彩多了 我还没去过济州岛呢 哎呦哎这东西怎么带上飞机的朋友们 这东西带上飞机不会被安检抓起来吗 哎呦哎呦我说句实在话 他做动画这个感觉还蛮真实的朋友们 哎他怎么看什么都要填呢 不要填他噁心 哎他吃饭嘛 他现在去餐馆了他会去吃饭嘛 他要吃东西吗他能吃东西吗 他只能在那看只能在那舔 他不喂他吗 不喂他哇好卑鄙都不喂他吃的 哇哦哎好多角度都好像哦 晕了朋友们 不能帮主题曲哦这个是这个角色的主题曲 朋友们 还蛮可爱的 所以说他这个角色看久了就感觉他挺可爱的 哦哦哦吃鱼肉哇舌头那么长 哦朋友们再看一下 哦 my god 喂是好长的舌头啊不可爱了朋友们不可爱了 吓人 哎这不是我吗我们也合影了朋友们 这是平行世界另外一个我 哇这个外星人怎么这么喜欢吃海鲜啊不怕得痛风吗 哦不吃菜哇只吃生鱼片哇你真的会得痛风的兄弟 主题曲也蛮好听的朋友们 还挺挺那什么挺温馨的这个小片子 但这个跑的有点假 看完了短片 然后我在他们的这个制作公司的网站上面 还看到了他们有正在制作的东西 根据这个底下这个文字描述 感觉应该是正经的那种就是背景故事的介绍 然后你们看这个封面 这个这个poster这个海报 把它再放大 加上一点点的特效 这不就是头像吗朋友们 我找到这张原图了 我刚刚还在想图到底在那 找这点东西 找了我大概一整天的时间 当然这一整天我还有别的事情 我还有工作什么要做啊 不是我上班什么都不干 专门上来去找他了 你们看我善良的眼神啊 我拿我闲暇时间做的 无论如何最后还是找到了这个角色 他名字BONOBON是一个韩国的IP 然后还蛮可爱的 但是他有没有手办呢 我还特意问了一下 住在韩国的朋友 他说手办还没有售卖 也就是说 No 我们刚才想的那些整股视频的方案 全部都不能执行 All right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觉得本期视频有点意思的话 一键三连一下朋友们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886 耶 家人们你们好 我重臣啊 今天我想来跟大家吐槽一下 北京新开的环球影城 实际是这个样子的 前段时间因为工作机会 我有幸在开业之前提前进北京的环球影城体验了一下 我不得不说那趟北京环球影城之旅真的是顶级折磨 朋友们我来给你们讲讲为什么 我第一个失望的点呢就是我们这个是那个环球影城的地图 然后呢 我刚进园拿到这个地图 我就发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他少了很多的项目 从这个刚进园区就会路过的这个好莱坞区 我就当时就发出这个疑惑 我想说这个好莱坞区为什么这么小 为什么说它小呢 是因为在别的环球影城里面 好莱坞区会给你一个置井 对就是你进去的时候是一个街区 而那个街区布置的就像电影里一样 在北京的环球影城 你从这里面从门口进来直接就穿出去了 我根本就没看到有任何能够让你拍照片的地方 我真的很疑惑 好莱坞区娃娃圈圈圈就是给你买东西的地方 所以实际上这个置井我在去之前 我以为他给我们一些不同年代的我们国家的一些街景 让我们进去拍照留念 结果什么东西都没有 蛮无语的 然后接下来我跟你说 我晋圆区第二个大失望的点 就是侏罗巨园区少了两个项目 其中一个项目是我认为我在环球影城玩到过最爽的项目 它的名字叫做飞天翼龙 飞天翼龙这个项目是一个过山车 但它跟别的过山车不一样 为什么我说它好呢 就是因为正常过山车你坐上去之后 你就人就这么坐着 然后就开始往前开了对吧 它不是 它的这个项目的主旨就是模拟你在龙的背上面飞行的感觉 所以为了营造出这种感觉 你这么坐好把你锁好了之后呢 你整个人给你吊起来 吊起来之后 这么横着把你送出去 你就真的像是坐在龙的背上在飞 而且这个项目非常的设死 因为我印象中它的轨道是环绕着整个侏罗巨园区的 你只要在那逛 你一定会看到一个尖叫的人从你头上飞过去 真的很搞笑 北京的环球影城没有 这个项目我之前只在大阪的环球影城做过一次 但是我这辈子都会记住那种感觉 真的太爽了 我真的没有想到北京的环球会没有 另外一个侏罗巨园区少的一个项目 是一个类似于激流泳进的项目 就是从高处把你往水里推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没有 这个项目我觉得还蛮常规的 接下来就是哈里波特园区 哈里波特园区也是缩水的蛮严重的 进园区我就发现了 海格摩托车没有 这个是一个蛮新的项目 印象中是19年下半年才加入到 奥兰多环球影城的项目 已经没有引进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它不是一个特别难做的项目 它就是模拟了海格的电影里面的摩托车 它给你重置了出来 然后以过山车的形式让你爽一下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 它还少了一个车站 我忘了那个车站的名字叫什么 好像叫9154分之3站台还是什么东西的 反正它是一个车站 就是你进了这个车站 你会坐一个小火车 穿越到另外一个园区去 这个也没有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是小园区里少的项目 整体大园区的项目 我跟你们讲 这也是我最希望的一个点 就是很多很好玩项目都没有 例如之前我在别的园区里玩到过的 蜘蛛侠 amazing spiderman没有 我记得有一个好像是木乃伊的项目也没有 速度与激情的项目也没有 然后我印象中好像还有一个什么鸟类包表演的也没有 然后还有一个可能是行尸走肉还是什么 好像以僵尸为主题的一个项目也没有 这只是我稍微回忆了一下就没有的项目 然后接下来我继续去谈另外一个我特别失望的点 那就是北京的环球影城缺乏和中国本土IP联动的内容 大版的环球影城我印象中你们刚进去的时候 它就会有一个区就是做联动IP的区 每隔一段时间都换个IP 这些都是他们之前做过的IP 柯南 鲁邦三世 禁忌的巨人 美少女 哥斯拉 朋友们 而我们 只获得了一个 功夫熊猫 蛮阴间的朋友们 我虽然没有进去玩 但是我大概整个区域路过丑了一下 我愿称之为以美国人的视角去做中国的文化 然后再把它拿到中国给中国人看的一个感觉 这就感觉真的是 解Smart 朋友解Smart 我印象中环球影城有个非常代表性的食物叫做火鸡腿 为什么它代表性呢 因为它大 我记得之前在加州的时候买过那个鸡腿这么大一个 一个成年人啃这么一个鸡腿感觉一顿饭就饱了 然后去环球影城我看到别人拍的照片的那个火鸡腿就这么大 啥意思 当然了可能以上我这些吐槽都是试运行才会碰见的 因为我朋友跟我说好像环球影城会开二期和三期 所以可能未来的一年里面他会把这些项目又陆陆续续的加进来 谁知道呢 I don't know 然后接下来我去吐槽另外一个我觉得特别离谱的东西就是 你进所有项目头的关键要健康码 朋友们我不是说防疫严格不好啊 但是我就是想说我们在进园区之前就要提供48小时内核酸阴性的报告 和绿色的健康码和绿色的行程码 我们在进园的时候就已经提供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进每一个项目头都要我要 就刚开始都是觉得还行 但等到天色逐渐晚了 然后我的手机开始没有电的时候 我就觉得你让我拿掏出手机给你看个码 我就觉得特别的没有必要 难道我进去了之后他突然变红了吗 那突然变红了那不是我们大家一起都完蛋了 所以你why 然后再一个人说一个估计很多人都吐槽到了点 那就是人太多了 我给你们举个例子 在哈利波特区他们有个奥利凡德魔杖店吧 进那个店你要排大队 可能排个45分钟队进去买东西 而且更离谱的就是 你们知道环球影城在园区外面 他还建了一个商业街 那个商业街里面的周边商店要排队一个小时才能进去 周边商店排队一个小时 我当时路过的时候就觉得 你们都疯了吗 然后我就要跟你说周边的事了 朋友们 我是一个非常喜欢买周边的人 朋友们 我家里随处可见环球影城买来的周边 但是朋友们我在北京的环球影城 我几乎什么都没有买 我不得不说 这些周边真的是太土了 我好不容易建了那个周边商店 我差点就直接就走出去了 如果我不是排队进来的话 我无法理解 为什么要用郑凯的字去写北京环球影城 真的是 我不理解 但是你要问我东西买没买 我还是买了 给大家分享要买了什么 我买了两个一模一样的杯子 这个是一个是给朋友带的 我买的是一个黄色的小砂缸 上面写的是北京环球影城 我觉得小砂缸已经算是 在这一批贼丑的周边里面 唯一一个我能接受的了 你们猜这个东西价格多少钱 129人民币 我还买了一个东西 但这个东西在别的地方应该也能买到 是一个相框 然后这中间放照片的地方 应该是拿玻璃档的 然后摄影的地方是一个皮革材质的一个相框 你们猜这个东西多少钱 199人民币 买这个相框的原因 是因为是给杰森跟麦咪的礼物 但是这个你们先别告诉我 没送给他呢 我买一个相框加两个茶缸 总共花了我接近快500块 接下来给大家吐槽一下什么呢 那就是环球影城本身的设计问题 就是它这个园区太大了 你每一个项目都要走很远的路 而且你去排队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排队设计呢 是麦田怪圈 如果你们不懂是什么意思 我来给你们播放一个VCR演示一下 哎 朋友们 这个项目多少120分钟 哦 我们拍了半小时了 一直在走 怎么还没拍完呢 里面还有一个半小时 有时的我们不想玩了 我们一上五分玩给你理一下 现在三点三点三点整啊 我们早上九点了六个小时来这里玩两个项目 吃一顿饭 没完没了这个麦田怪圈我真的晕了 哦哦哦哦哦哦 今天一整天就在排队 我们会不会这些最后只剪进去这些玩的部分 让大家觉得我们没在排队啊 我们刚刚在外面站了一个多小时 有一个小时了 有一个小时吗 赶40分钟 半个小时 赶40分钟有了 我以为我们的麦田怪圈 可以走完了 给大家看看 进来之后的样子 又是 这个是真的麦田怪圈 这是个圈 我理解了一下 这个地方有四个大门 我们是从这个门进来 去另外一个门的麦田怪圈 再拍一次 然后再进来 这样的玩意 合理 理解 好理解 朋友们 我们刚刚在外面站了一个小时 现在另外一个房间 我以为我们终于可以开始玩了 开始玩了吗 没有 朋友们 另外一个麦田怪圈 哈哈 这第几个屋子 一二三 这是第四个屋子 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你 住我这世界大冒险 是前所未有的土地 它将一代能进入可能的世界 您和你的家人 这些特殊美丽的多标岛 开始一场新潮 我的家人即将失去我了 祝罗基世界大冒险 会只要到达出口 拉起腿部压杆 希望能下千日的一场难忘的冒险之旅 就你们在中国籍世界拥有一段难忘的时光 当才你们看到的这个片段呢 其实是我们排队90分钟的一个精华 那你们知道我们排这个队的项目 总共我们玩了多久吗 6分钟 然后给你们推荐一个很冷门 但是非常好玩的项目 在好莱坞区 它的名字叫做灯光摄像开拍 是某幻老师的好朋友张一某 张一某和Steven Spielberger 一起做的一个项目 建议大家去的时候 一定要保证你们在第一排 就是跟人家说清楚啊 我想去第一排 然后在最中间的那个位置 是最爽的体验朋友们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 我跟你们说的就是 这个项目不用排队 这个项目呢 就是类似于 未来水世界的那种特技表演 但是是用电影的方式去给你呈现的 会有现场的一些比较刺激的爆炸器什么的 给你们看 very good 说了这么多 也骂了环球影城 骂了一整期视频的 你要问我还去不去环球影城呢 还是去的 朋友们 实不相瞒 我已经买了VIP票 准备去了 朋友们 我承认我就是超级大韭菜 但是还是那句话 环球影城真的值得你们去玩的 我跟你们吐槽这些都是它 一些设计上面 或者是安排上面的问题 但它的项目本身真的很耐达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觉得本期视频 对你们上面有那么一点点用的话 别用了一键三连好不好 点个关注也是可以的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朋友们886 拜拜 希望呢 今年的12月份 我每个礼拜都能更一个视频出来 所以听你们的好不好 我该不该拍 我也在犹豫 就是我怀疑这种类型的视频 应该是没有人看的 所以 那那那那那那那拍呗 那咱们拍呗 朋友们 今天是周一 应该所有人知道我们周一11点开会 白晚的人要扣钱吧 连我都知道了 并不说很恐怖的事情 现在是10点42分 我距离被扣钱只有一不止啊 美好的周一从我快要迟到开始 然后我的室友在那不仅不办呢 你吃个橘子呗 朋友们本台最新消息 如果刚才在公司区里面发了一张导航的截图 我们这附近路全是红的 他要迟到了 兄弟们现在10点42分 中国购还有半个小时才能到公司 哎呀 今天又有红包收了 看多少钱 操 你发了多少钱啊兄弟 一块啊 我他妈只收了三块钱 我 我 这凭什么 三十九 来一一 哇 凭什么 朋友们 我不是最惨的了 这个 只抽了一块五毛一 我心情好了 今天要交篇 然后今天突然发现有一个商单要做脚本 我今天得要整一缸这个了 而且今天办公室来了一个不素质客朋友 师傅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在修饭空调的 总而言之就是今天一条视频要讲 然后早上王汉哲拿着就说 哎 我们有个商单 你今天给我一个方向 我好开心啊 哈哈哈哈 哦 哇 我们这个甲方 我能说吗 我们这个甲方 他那个brief里面就要求我们演嘎句 嘎句 哇 好赛 当初是谁 当初我的面嘲讽我 啊 是谁 啊 嘲讽我 什么年代呢 还得拍这种感觉啊 还坏了 他妈 没想到中上了 回旋标打自己身上了 我们在上班突然收到了消息 啊 一号客没有出乎兄姿 哈哈哈哈 有没有人 有没有人紧急情况 有没有人紧急情况 救一下 救一下 这个不是紧急啊 这个昨天已经发生过了 我已经去过一次了 今天又来 你坐这种人杀错了 不太整的 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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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跟我同样的事 还是不整骨我们的 天天让我们去厕所给他送植 哈哈哈 他会灯 就是在中华 所以我们在干嘛呢 朋友们 我们在 打椒 啊 因为我们这面墙 原先是用那种 这种粘纸一样的 砖块 装上去的 然后他时间久了就会掉 就是我们现在视频的那个背景呢 看起来像是毛坯房的感觉 其实并不是我们想要的样子 所以我们现在把它变成了 这种是真的砖吗 是叫做叫什么 叫什么 文化砖 啊文化砖 然后贴上这种玻璃胶 文化的砖 啊 然后贴上去 看他会不会掉 如果再掉怎么办 再不会掉 再掉我都搁点 哈哈哈哈 我现在就给扣一来块 哈哈哈 所以我们现在是一个打砖工人 两个两个打砖工人 打胶工人 打胶工人 然后这个是安砖 装砖的人 然后我负责 往这上面放 没有打胶的砖 我们我们真是teamwork teamwork朋友们 早下来上班 一来公司发现 我的工位塌了 有份儿兄弟们 漏风 痛苦 朋友们 我这个座位 虽然全办公室最好的座位 谁都看不见我干嘛 但是夏天我这是最热的 冬天我这是最冷的 那么代价呢 那么代价呢 是的 代价是什么呢 必成其重是吧 必成其重 这个办公室有个很严重的设计问题 就是我们这么一大片区域 只放了一个空调 然后这个空调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首先它吹不到我那 对啊 就是让你坐队啊 哈哈哈哈 就是这么时间 让你坐队啊 你不坐队那怪谁了 对吧 空调我也装了 对不对 然后呢 另外一个问题呢 就是它夏天的时候天太热 它外面那个 外面那个空调外积 它会罢工 所以它夏天 今年夏天四十度 然后这空调又不工作 然后我们就在那四十度 然后我那个地方 又是太阳直射的区域 朋友们 你们懂吗 就是把我放在火上烤啊 你们的事 烤猪 这个是你妈的 你看他们都暖暖和喝喝 我在这就穿个 穿个马甲在这 凤的要死 你看手都变身 过来 啊 你看他们就在那打游戏 我手都冻僵了 游戏都打不了了 朋友们 你们都不可怜看我 当你热 穿一拳 哈哈 现在基本上 我每天晚上都会做一些 跟音乐有关的事情 无论是学习一下编曲啊 还是说学习一下 理论知识 我现在的状态 就有点像当初 刚开始做视频那样 就是反正是没有不懂 就自己琢磨 自己打开软件 来个点开 听听看 好不好听 但是问题是朋友们 我觉得做音乐 比做视频难好多 尤其是最近朋友们 我请了一个非常厉害的朋友 帮我做歌 然后每次去大家 我都觉得我是傻子 就是例如说 最简单的对吧 他在键盘上按个音 我就唱不准 朋友们 就例如说 例如说 可能唱不准 我可能刚才这个 全都唱唱跑了 朋友们 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觉得 为啥 就看起来应该是 蛮简单的事情 为啥我自己都不会呢 很痛苦 朋友们 受到了一丝丝的挫折 我什么时候跟你们说 我应该是两年前 就跟你们说过 我有做音乐的意向 为什么我两年之间 一点作品都没有问世呢 原因很简单 就是我的要求还蛮高的 然后我自己就啥也不会 朋友们 因为我是个业余爱好者 我没有那种合约要求 我一定要在某些时间内 把东西交出来 所以我就会一直拖 一直拖到 我觉得 这个东西达到了我想要的水准 我才会烦 不然的话 其实朋友们 就写歌 其实我经过了解之后 发现比你想象中简单的非常多 我给你们举个例子 好吧 我给你们举个例子 让我拿下 我最亲爱的小吉他 朋友们 我吉他弹得稀了 而且我这个吉他 今天没有调音 所以 听个意思就得了 刚才已经有一个感觉了 对吧 然后我们就在这个感觉里面 就哼哼歌就可以了 这听起来就像是一个主歌的旋律了 对吧 这一首歌不能只有主歌 再想想副歌 副歌什么的 我们再想想 为啥我觉得这个 朋友们 我觉得 我刚才哼哼的 有点 有点像我之前听过的歌 让我想起来有什么歌了 啊 我知道什么歌了 We are never ever ever getting back together We are never ever ever getting back together You gon' talk to your friends talk to my friends talk to me but we are never 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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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tting back together 你们刚刚见证了一件事情就是 我不小心抄袭了 Taylor Swift 所以我们现在把脑中那个旋律删掉 我们重新再想一个副歌 好吧 而且刚才还理了一下 我们有多少东西 没有想了 没有拍 而且刚才理了一下 我们有多 而且刚才理了一下 我们有三个 说不定有点录录录录 你以为你说的清楚吗 你以为 我话会被你听得多了 真的假的 我现在就把你之前那些说次了都给你找出来 我们有三个视频正在剪 一二三四五六七 有七个视频在策划 有十六个在想 在策划中的想法 而且还有一些我们已经忘了没寄进去的 Wow Amazing朋友们 然后我还有视频没剪完 本来说今天要剪完的 Hi 而且估计很多人很好奇 就是你们特别关心的那个 那个大伙我们整理的 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 我没想法呢 我一点点都没想 嗯 I will remember you 我那感觉我这个哼哼的也很像什么歌啊 我又抄袭了Tater Swift的朋友们 我常爱歌词朋友们 这首歌我不知道歌词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 叫Wildest Dream Say you remember me Standing in a nice rush Staring at the sunset Babe Red lips and rosy cheeks Say you see me again Even if it's just in your Wildest Dreamed up 我没有影射或者是 就是暗示任何人的异算方法 我只是想跟你们说 在2022年 今天其实写歌 比你想象中简单非常多 我的iPad的那个 酷乐队里面 有二三十首demo 但是呢 那些歌我都觉得不够好听 所以我还是希望 我能好好花时间 把该学会的东西学会 然后再去把这个歌做出来 所以呢 现在我每天晚上都会练习 不论是写歌还是说练习一下弹吉他 还是说练习一下 音乐软件怎么使用 或者说学习一下新乐理 反正就是每天晚上都给自己找事情干 就是我觉得 很快乐 有种重新回到了刚开始做视频的时候的感觉 就是一切都很新 一切都很新奇 哪怕我做的不好 我现在也尽量不去多想 就是先做了再说 我们最近在想一首圣诞节的歌 但是就是没有特别好的想法 也没有特别好的歌词 哦 这样 你们可以在那个弹幕里面 或者在评论里面 写一些关于圣诞节的歌词 好吧 就你们自己原创的哈 如果我觉得很有意思的话 那我就把它写进歌里面 我想我那天想的歌 选了什么来的 我先 I wake up late On Christmas Day Sorting thoughts In my mind What? What? Zither Harp 就大概是这种感觉的旋律我也不太记得了 我得查一下 欢迎把你们的课词跟那个什么发的评论和弹幕里面好吧 我们要是真能因此写出来一首圣诞节的歌 我觉得还蛮神奇的 他妈的孙儿不说了懂了吧 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 什么意思啊 他已经第三天了这个礼拜 周一周二周三天天中午去上厕所的时候 发现厕所里面没有纸 他让我们给他送纸去 他又问你啊 又没有纸啊 又问你啊 我跟他说我跟他说 跟你去了这是跟你了 拍下来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在哪儿 进厕所 南厕所进去的时候 左边一号坑位 敲门知道吧 按扣 谁又没有人 吃点啊 上厕所没有吃 我知道为什么我们 我都已经把我们都拉进去 我们一直不给他送 为什么呀 他就一直在那蹲着啊 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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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快快快快 咱们开 开牌啊 哈哈哈哈哈哈哈 我剪不下去了 你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你要出来了 什么意思都给你删了 删了删了删了 我为什么长这样 我什么时候 这什么时候的素材啊 哎这什么时候的素材啊 苏杰赛那个时候 我是不是那天解说过来了 两点 你解释一下这是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 你解释一下这是什么东西 不知道谁搞的 送给你了 送给你 你也有啊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是啥 这是什么东西 我们这儿还有一个 全是王安泽拍的 这个人 现在就差我俩没有被贴了 I'm gay 什么 什么 Come out Pikachu I'm gay I'm gay 我能不能打电话 哦 我能打电话 喂 喂 喂 听不清 听不清 说说说 下巴喽 你们好安静 没有人复合我 有点受控了 愉快的一周过去了 朋友们 我们临下巴 突然接到电话 说哎呀 你刚刚写的那个 贾方说里面 有几个点 要改一下 然后我看了一下 要改的点 基本上你重写 我好开心啊张哥 Anyway 以上就是这个礼拜 发生的什么事情了 你又开始说 LOVE了 关你什么事 关你自己 就这样吧 我们下个礼拜 拜拜 拜拜 家人们你们好 我是重城啊 今天我想来跟大家吐槽一下北京新开的环球影城 实际是这个样子的 前段时间因为工作机会 我有幸在开业之前提前进北京的环球影城体验了一下 我不得不说那趟北京环球影城之旅真的是顶级折磨 朋友们我来给你们讲讲为什么 我第一个失望的点呢就是 朋友们这个是那个环球影城的地图啊 朋友们 我刚进园拿到这个地图 我就发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它少了很多的项目 从这个刚进园区就会路过的这个好莱坞区 我就当时就发出这个疑惑 我想说这个好莱坞区为什么这么小 为什么说它小呢 是因为在别的环球影城里面 好莱坞区会给你一个置景 对就是你进去的时候是一个街区 而这个街区布置的就像电影里一样 在北京的环球影城 你从这里面从门口进来直接就穿出去了 我根本就没看到有任何能够让你拍照片的地方 我真的很疑惑 好莱坞区玩玩圈圈就是给你买东西的地方 所以实际上这个置景我在去之前 我以为他给我们一些不同年代的我们国家的一些街景 让我们进去拍照留念 结果什么东西都没有 蛮无语的 然后接下来跟你说我进园区第二个大失望的点 就是侏罗巨园区少了两个项目 其中一个项目是我认为 我在环球影城玩到过最爽的项目 它的名字叫做飞天翼龙 飞天翼龙这个项目是一个过山车 但它跟别的过山车不一样 为什么我说它好呢 就是因为正常过山车你坐上去之后 人就这么坐着 然后就开始往前开了 对吧 它不是 它的这个项目的主旨就是 模拟你在龙的背上面飞行的感觉 所以为了营造出这种感觉 你这么坐好 把你锁好了之后呢 你整个人给你吊起来 吊起来之后 这么横着把你送出去 你就真的像是坐在龙的背上在飞 而且这个项目非常的射死 因为我印象中它的轨道是环绕着整个侏罗巨园区的 你只要在那逛 你一定会看到一个尖叫的人从你头上飞过去 真的很搞笑 北京的环球影城没有 这个项目我之前只在大阪的环球影城做过一次 但是我这辈子都会记住那种感觉 真的太爽了 我真的没有想到北京的环球会没有 另外一个侏罗巨园区少的一个项目 是一个类似于激流泳进的项目 就是从高处帮你往水里推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没有 这个项目我觉得还蛮常规的 接下来就是哈里波特园区 哈里波特园区也是缩水的蛮严重的 禁远区我就发现了海格摩托车没有 这个是一个蛮新的项目 印象中是19年下半年才加入到奥兰多环球影城的项目 北京没有引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它不是一个特别难做的项目 它就是模拟了海格的电影里面的摩托车 它给你重置了出来 然后以过山车的形式让你爽一下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 它还少了一个车站 我忘了车站的名叫什么 好像叫9U4分之3站台还是什么东西的 反正它是一个车站 就是你进了这个车站 你会坐一个小火车穿越到另外一个园区去 这个也没有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是小园区里少的项目 整体大园区的项目 我跟你们讲 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点 就是很多很好玩项目都没有 例如之前我在别的园区里玩到过的 蜘蛛侠 amazing spiderman 没有 我记得有一个好像是木乃伊的项目也没有 速度与激情的项目也没有 然后我印象中好像还有一个什么鸟类包表演的也没有 然后还有一个可能是行尸走肉还是什么 以僵尸为主题的一个项目也没有 这只是我稍微回忆了一下就没有的项目 然后接下来我继续去谈另外一个我特别失望的点 那就是北京的环球影城缺乏和中国本土IP联动的内容 大阪的环球影城我印象中你们刚进去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个区 就是做联动IP的区 每隔一段时间都换个IP 这些都是他们之前做过的IP 柯南 鲁邦三世 禁忌的巨人 美少女 哥斯拉 朋友们 而我们只获得了一个 功夫熊猫 蛮阴间的朋友们 我虽然没有进去玩 但是我大概整个区域路过丑了一下 我愿称之为以美国人的视角去做中国的文化 然后再把它拿到中国给中国人看的一个感觉 这感觉真的是 JESMAR朋友 JESMAR啊 我印象中环球影城有一个非常代表性的食物叫做火鸡腿 为什么它代表性呢 因为它大 我记得之前在加州的时候买过那个鸡腿这么大一个 一个成年人啃这么一个鸡腿 感觉一顿饭就饱了 然后呢 去环球影城我看到别人拍的照片的那个火鸡腿就这么大 啥意思啊 当然了可能以上我这些吐槽都是试运行才会碰见的 因为我朋友跟我说好像 欢迎九成会开二期和三期 所以可能未来的一年里面它会把这些项目又陆陆续续的加进来 谁知道呢 I don't know 然后接下来我去吐槽 另外一个我觉得特别离谱的东西就是 你进所有项目头的关键要健康码 朋友们我不是说防疫严格不好啊 但是我就是想说我们在进园区之前就要提供48小时内核酸阴性的报告和绿色的健康码和绿色的行程码 我们在进园那时候就已经提供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进每一个项目头都要我要 就刚开始都是觉得还行 但等到天色逐渐晚了 然后我的手机开始没有电的时候 我就觉得你让我拿掏出手机给你看个码 我就觉得特别的没有必要 难道我进去了之后它突然变红了吗 那突然变红了 那不是我们大家一起都完蛋了 所以你 why 然后再来刚才说一个估计很多人都吐槽到了点 那就是人太多了 我给你们举个例子 在哈利波特区他们有个奥利凡德魔杖店吧 进那个店你要排大队 可能排个45分钟队进去买东西 而且更离谱的就是 你们知道环球影城在园区外面它还建了一个商业街 那个商业街里面的周边商店要排队一个小时才能进去 周边商店排队一个小时 我当时路过的时候就觉得你们都疯了吗 然后我就要跟你说周边的事了朋友们 我是一个非常喜欢买周边的人朋友们 我家里随处可见环球影城买来的周边 但是朋友们我在北京的环球影城我几乎什么都没有买 我不得不说这些周边真的是太土了 我好不愿意建了那个周边商店我差点就直接就走出去了 如果我不是排队进来的话我无法理解 为什么要用郑凯的字去写北京环球影城 真的是我不理解 但是你要问我东西买没买 我还是买了给大家分享要买了什么 我买了两个一模一样的杯子 这个是一个是给朋友带的 我买的是一个黄色的小茶缸 上面写的是北京环球影城 我觉得小茶缸已经算是在这一批贼丑的周边里面 唯一一个我能接受的了 你们猜这个东西价格多少钱 129人民币 我还买了一个东西 但这个东西在别的地方应该也能买到 是一个相框 然后这中间放照片的地方应该是拿玻璃挡的 剩下的地方是一个皮革材质的一个相框 你们猜这个东西多少钱 199人民币 买这个相框的原因呢 是因为是给杰森跟卖咪的礼物 但这个你们先别告诉我 没送给他呢 我买一个相框加两个茶缸 总共花了我接近块500块 接下来给大家吐槽一下什么呢 那就是环球影城本身的设计问题 就是他这个园区太大了 你每一个项目都要走很远的路 而且你去排队的时候呢 他的这个排队设计呢 是麦田怪圈 如果你们不懂是什么意思 我来给你们播放一个VCR演示一下 哎朋友们 这个项目多少120分钟 哦 我们拍了半小时了 一直在走 怎么还没拍完呢 里面还有一个半小时 有些东西我们拍完了 我们一上五朋友们给你理一下 现在三点 三点整啊 我们早上九点来六个小时来这里玩两个项目 吃一顿饭 没完没了这个麦田怪圈我真的晕了 今天一整天就在排队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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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不会就是最后只剪进去这些玩的部分 让大家觉得我们没在不太队啊 我们刚刚在外面站了一个多小时 有一个小时了 有一个小时吗 赶40分钟 半个小时 赶40分钟有了 我以为我们的麦田怪圈可以走完了 给大家看看进来了之后的样子 又是这个是真的麦田怪圈 这是个圈 我理解了一下 这个地方有四个大门 我们是从这个门进来去 另外一个门的麦田怪圈再拍一次 然后再进来 是这样的玩意 合理 理解 好理解 朋友们我们刚刚在外面站了一个小时 现在另外一个房间 我以为我们终于可以开始玩了 开始玩了吗 没有 朋友们 另外一个麦田怪圈 哈哈 哈哈哈哈 这第几个屋子 一二三 这是第四个屋子 大家好 欢迎欢迎 珠罗基世界大冒险 是前走未有的体验 它将一代融进入可能的世界 您和你的家人 即将在美丽的目标岛 开始一场新潮 我的家人即将失去我了 珠罗基世界 计划 计划 第五个屋子 哎呦 到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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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呐 真不容易啊 我刚开始的 现在三点四个三 一个半小时 差不多 他必须巨牛逼吃吞 我真的我以后再也不来了 哈哈哈哈 这毕了 中国基世界的团队成员 会只要到达出口 拉起腿部压杆 希望大家进入了一场难忘的冒险之旅 终于在中国基世界拥有一段难忘的时光 刚才你们看到的这个片段呢 其实是我们排队90分钟的一个精华 那你们知道我们排队这个队的项目 总共我们玩了多久吗 6分钟 然后给你们推荐一个很冷门 但是非常好玩的项目 在好莱坞区 它的名字叫做灯光摄像开拍 是某幻老师的好朋友张一某 张一某和Steven Spielberger一起做的一个项目 建议大家去的时候一定要保证你们在第一排 就是跟人家说清楚啊 我想去第一排 然后在最中间的那个位置 是最爽的体验朋友们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 我跟你们说的就是这个项目不用排队 这个项目呢 就是类似于未来水世界那种特技表演 但是是用电影的方式去给你呈现的 会有现场的一些比较刺激的爆炸戏什么的给你们看 very good 说了这么多 也骂了环球影城 骂了一整期视频了 你要问我还去不去环球影城呢 还是去的 朋友们实不相瞒 我已经买了VIP票 准备去了 朋友们我承认我就是超级大韭菜 但是还是那句话 环球影城真的值得你们去玩的 我给你们吐槽这些都是它一些设计上面 或者是安排上面的问题 但它的项目本身真的很耐达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觉得本期视频对你们上面有那么一点点用的话 别用了一键三连好不好 点个关注也是可以的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朋友们886 拜拜 给你们看看现在别人来我家我都怎么办 干嘛呢他没有养你 我干嘛你 哈哈哈哈 又是周一朋友们 你可以看到我身后一个人都没有 他们都不来上班了 今天只有我一个人来上班 我开玩笑的朋友们 今天其实是非常繁忙的一天 现在已经下午三四年工了 我太想起来拿相机拍东西 还记得上一期视频 我说今天早上突然往下 你让我做一个商单的方向吗 那是上个礼拜三 然后今天是周一 这个视频要周四上线 基本上我们要在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内 把这个视频从脚本到拍摄到制作全都完成 但是还好的我们周六加班了 我们现在已经全部都拍完了 现在我们去拍最后一场的戏 我先把这个脚本拿到我们这个办公楼的楼顶上去 给我们刷一场天台的戏 哈哈 我来了我来了 一层楼梯装什么呢 好冷啊 哇我闻到了好香的香味我来了 有点汤 来两勺排队排队 什么意思排队排队什么意思排队 什么意思排队 扫码先扫码排队 你干嘛你干嘛 排队我是纪律委员排队 太吓人了 张哥你这个看起来这个面已经妥妥了 怎么可能妥妥的 这面看起来已经妥妥了 哇里面怎么还有虾人啊 加点加辣 哇折磨我 好吃的 你们针对我 有有有单桶的一桶你要吃吗 哦 最胖最胖这点还有 里面放了蔬菜包我不吃蔬菜包 蔬菜都不吃我超好 我对蔬菜过敏 死吧你 哈哈 朋友们 现在下午四点钟我 临时回了家 因为 感觉不太妙 比较害怕 所以 叫了一点药 朋友们我家里什么东西都没有 我连 温度计都是现场卖的 哦好 静后加音 发出四次较慢的B声后 仍继续再测五分钟左右 三十六度 i'm fine guys 朋友们 我没有得情况 我只是单纯的身体不好 耶 哈哈哈哈 然后除此之外呢 我回家还要拿个东西 因为昨天晚上他们跟我说要拿 然后我忘拿了 那就是 当当 哎呀我的营运牌 朋友们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是特斯拉钥匙 啊 隔壁才买特斯拉 你看看我 我早就有特斯拉钥匙了 朋友们 哈哈哈 其实是因为今年拍农村那个视频的时候呢 我们先去开他的车 开了一下井 然后就拿了车钥匙 然后这个车钥匙就一直放在我们这儿 他就没找我们样 所以 然后今天刚好把这个车钥匙带过去还给他 其实他昨天晚上跟我说了 然后给忘了 所以 嗯 好 我跟你玩 你说不算 好 我跟你玩你说不算 我不会说 哈哈哈 笑什么呀 我什么都没有表情 哈哈哈 你别在这儿了 哈哈哈 你只能当个剧 当个剧 饿了吃小零食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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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就不上极啊 毕奉的速度 就通骨拉面 看 看有点切头 有点切头 朋友们 我们这个新视频呢 其实需要自己给自己配音的 所以我现在要给自己配音 但是我只有一句话 哎 因为我太不会演了 导演没给我分戏分 哇他这个耳机好窄啊 假耳朵朋友 老板你是了解我的 如果是 老板你是了解我的 如果是我出手的话 甲方绝对不会 老板你是了解我的 如果是我出手的话 甲方一定不会过来问我 如果是我 甲方不可能再回来问我 好的我会了 老板你是了解 西班来呀 上个礼拜呢 很多朋友给了我 非常多的建议 谢谢你们 然后我也想回答 一些朋友们的问题 首先我看到有一个朋友 问我为什么 我吉他扫弦 只会下一个 我可以很负责任告诉你 就是因为 我不太会弹吉他朋友们 我的左右手 不能分开做自己的事情 假如说 我的左手在弹和弦 我的右手的承受 最简单的方式 不然的话 我就会反过来 而且旁门吉他有个概念 叫做大横 什么叫大横 就是你的一只手指 这样的摁住一个平 然后你去接下来 去摁后面的东西 比如说 这个是Bm7 这个我觉得他们明白 旁门 他们明白 真的很难受旁门 想努力练 但是就是 确实周边也 我也没去找老师 像这种就是技巧型的东西 我自己也琢磨不太明白 就有的时候 只能去问一些朋友 但是 我也不好意思麻烦人家 你知道吧 就是人家也有自己的事情 我只能偶尔有个问题 我怎么能天天缠着人家问 哎 兄弟 Fsharp怎么摁啊 Fsharp好像是要横跨四个屏 这么摁的 Fsharp怎么摁 我怎么不会啊 摁摁摁摁 多不好 同理可证 其他的一些乐器 我也能舞台会 例如说钢琴 然后我就 那么明白 然后我现在 对能把这首歌做好的信心 就直线 直线往下走 给大家听一听一个demo吧 朋友们 在整个mix里面 打开这个材料 所以呢 朋友们 这个就是目前的一个想法 这是笔子你的脸买的吗 这个东西 我等了它发货 等了一个半月才送到我家 真的很奇怪 换个键盘棚 为什么换这个键盘棚 很简单 因为这个是全尺寸的键盘 我现在用的这个键盘 少了一半键 谢谢啊 送人的礼物 我们是盛家城的员工 来我们这干嘛 盛家城的员工 正式来我们这入职了 朋友们 入职第一天 所以朋友们 我现在桌面上就是雷蛇三件套 Keyboard Mouse 鼠标垫 鼠标垫也是送的 对 然后还有一个音响 四件套 但是呢 这个键盘 有一个缺点 就是它是有线的 如果它是无线的就好了 雷蛇的朋友们 就是 圣诞节快到了 还想收个圣诞礼物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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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重的辣椒味 哇哦 这是什么 小炒牛肉 这是啥呀 这是啥 大牌 大牌 这个呢 这个是上堂娃娃菜 哦 然后呢除此之外 我们这个只有两个男人住的 单身公寓呢 还有两只猫猫 给你介绍一下 这只猫猫叫做狙狙 这只很可爱 朋友们 这只贱人就给摸的 朋友们就是一点精致都没有 然后还有一只朋友们 叫做咪咪 打招呼 打招呼 这只猫就不给大家多介绍了 我跟这只猫关系不太好 就是这只猫 在我新买的书上面吐了 然后还在我 我买的包包上面尿了 然后好像还尿到了 我其他的一些有的没的东西上面 所以我现在跟他 就是有一个私人的仇恨在的 就是哪天等他不在家 我就 我就复仇恨了 然后呢 狙狙狙狱了 咪咪没有狙狱 所以咪咪时不时就会进入发情模式 每当咪咪发情的时候 他就到我们家这个大阳台 朋友们 很大很大的阳台哦 朋友们 咪咪发情了之后 会撅着屁股在的那个 那个那个大阳台上面 对着外面的野猫狂叫 朋友们 就是做猫 你也要守一些责任感吧 咱不能这样吧 他对着锅公猫狂叫 他对着锅公猫狂叫 而且他会打GG 而且他一叫我们就能看到我们小区里面的那些野猫出现在我们家楼下了 哈哈哈哈 我跟你讲 有外面的公猫看到了 看上了你家的黄花大闺女 你小心点 然后呢 纪念今天的这个家庭 家庭晚餐之夜 我找了特别下饭的电视剧 讲连环杀手的朋友们这个剧 最近特别火 哇哦 哇哦 Holy shit 这什么剧啊 这什么剧啊 Oh my god Oh my god 你还吃得下去吗 加大力度 啊 加大力度 哈哈哈 朋友们我尝尝 这个牛腩好好吃 这个牛腩好好吃 哎呀谢谢老板送的特斯拉我这就开走了 好的好的那我拿走了 不客气不客气 我拿走了 我拿走了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 你的任务完成了你走吧 我会载你一次的好吧 给你一次载你的机会 小潮跟我们差远了老板送车 我是员工送别人车 哈哈哈 这个人当老板的觉悟 哈哈哈 嘿大家 我现在已经很晚了朋友们 我现在 就是突然脑袋力气 然后有一些事情想跟你们说 然后我刚刚躺在床上 然后我又拦得起来了 所以你们就 忍一下好吧 我想说什么呢 就是 哎 最近这一到两个礼拜 有一种 很奇怪的感觉 真的很神奇朋友们 每一天我跟朋友们聊的话题都是 你扬了没有 哎我还没扬 怎么还没轮到我呀 我家里七大姑八大姨都扬扬三圈了 然后我这朋友啊 住在什么北 五湖四海 北京上海都已经扬了好几遍了 怎么到我这我还没扬呢 什么时候到我呢 那我到底要不要扬呢 朋友们 当然这得病不好 你知道吧 但你又知道你躲不过去 就是你又没有办法选 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心理暗示的存在 我这身体上的一切的感觉都被放大了 你知道吧 就像我今天吃东西 不小心卡嗓子里面了咳嗽了两声 我就开始在想 我不会吧 就是以我们往常的生活经验来讲 我们肯定是希望不要得病对吧 但我现在就感觉我周围所有的朋友们 包括我在内都有一种东西都准备好了 就当你过来了的一种感觉 正在看视频的你 如果你已经得了新冠呢 祝你早日康复 如果你没得的话 记得保护好自己 虽然朋友们 我认为这个东西 大概率我们应该是要先来一次了 所以做好准备 朋友们我都想好了 如果我得了新冠 我要趁这段嗅觉消失的时间 我要狂吃那些我吃不了的东西 什么辣的呀 什么螺蛳粉啊 什么这些那个 就是因为以前想都不想吃的东西 我现在一定要往我嘴里塞 这是我这辈子 唯一一次可以吃他们的机会了 我要把握住 感觉你们要发弹幕了 查询红尘滚滚的精神状态 朋友们我的精神状态真挺好的 就除了不好的地方以外都挺好的 再来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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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不要来我家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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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什么样的 你好像很遗憾的样子的 这个还是可以听你解决的 耶解决一个问题 吃饭饭 家人们给大家看看我们的晚餐啊 记得双击666 给大家介绍一下 刚才没有正式介绍 恭喜吃饭的 这个人叫做钢单老师 其实他叫钢果当物馆的就是钢单 欢迎你们一管的这个钢单好吧 他是谁呢他是关系户 给大家先说一下啊 他跟王翰哲是发小 已经从他这得知了非常多的 中国贵的黑历史啊 就是以后他要把我开了 我就把这些资料全部都抖出去 哈哈哈哈 他为什么叫大鸡老 绝对不可能是那会儿什么 鸡老鸡词尔桑果 最绝望的是刚刚收到的消息加尔本 我 那个等待甲方批准的视频 我还要再改一遍 我也就是说我现在差不多就回家 改视频然后赶紧发出去 哥们人晕了 Oh my god 人们都说一日之鸡在于晨 大天早上是人的一天中 精力最旺盛的时候 那是你年轻的时候 好吧家人们 我买了一个这个 据说喷到头发上 可以让你的头发看起来像是洗过一样 虽然说你没有洗 我完全不知道我能用 所以我就乱用 看起来好点的时候 家人们你们知道 你睡了一觉一笑之后 你的头发就全部都起飞了之后 怎么把它压下去了 哎呦 我们坐下来谈 那你们可能发现了这个视频的画质变低了 我来告诉你们为什么 因为我把我的相机也忘在了新家 忘拿回来了 所以我只能用我的备用的相机来拍 没有错朋友们 我就是这么活着的 成天就是丢三拉四 没谁了 我昨天已经收拾了三大箱衣服 为什么我今天还有衣服没收拾完 哇塞 继续跟大家讲讲 我买回来从来没用过的东西 防晒霜 时尚达人跟我说 防晒霜必须还挺重要的 平时出口门要抹 买回来只抹过一次 这个是我看直播买的 这个是什么据说可以生发的 你看可以促进头发活力润泽 抹病强韧发丝买回来没用过 留头皮生发业 这也是生发产品 买回来你看看 用过啊 这个是用过的 大概用了一点点 然后就是今天的总头戏了 我把我的架子上的东西都收起来了 我的工作证们 更多的书 更多更多的书 还有书 接下来是cd 我们cd2 来来来把这个放进去 不规则的唱片放在最上面 WINOS 我的WINOS 不太好放感觉 诶也可以放 也不是不行 洗发洗发 哇塞 差不多东西就收的差不多了 房间真的被清空了 这是你们最后一次看见 我在这个无字录视频了 家人们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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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机再见 窗外的风景再见 空调虽然这个空调巨难用 再见 现在是晚上的9点半 没有错 这个视频是今天早上10点开始拍的 为什么到9点半 我甚至还没有把东西从我家里运走呢 就是我以为啊 霍拉拉就像滴滴一样 随叫随到 一个订单发出去之后不到10分钟 哎呦三个大汉再加一个大卡车 到你家楼下把你东西搬走 但是并不是这个样子 搬家的师傅以及搬家的车都是有限的 我要等他们把时间都排完了之后才能轮到我 因为我没有预约 谁能想到这玩意竟然还要预约 这不是废话吗 别把我剪出去啊 哎呦 70万才能大浮浊 你给我放尊重你 给他看一看 翁也好 这个后面的老婆已经褪色了 然后他就把他扔在这了 呵男人 接我的这个师傅呢 我运定7点半 接我的师傅我打电话说 我干不到啊 没办法按时到啊 我问奶奶几点 他跟我说8点半 然后我 但没办法人家确实离我点远 只要是师傅从浦东开我来的 我没想到 兄弟们 就吃一线长一智啊 快搬东西 咱们就我就先溜了 我奶奶还在等你全搬完啊 他妈的11点了 我回去我自己那边还没收拾完呢 这个人好凶好凶的 哎你的电脑电视机都在这个车里了 你嫌弃干嘛 还要单独呢 这边一起拿走 对啊一起拿走 他们的空间很大 其实根本不需要我过来我发现 好像是这样子的 把你骗过来了 哈哈哈 其实翁也好 早在几天前就把东西都搬完了 为什么他今天过来了呢 又给他打电话说 哎也好我电脑放你车上 你帮我拉走行不行 结果 哈哈哈 结果刚才师傅就直接把我电脑全搬走了 很自然 来 家人们 现在已经是凌晨两点了 终于搬完了 给你们看看 搬完之后 我的家变成了什么糟糕的样子 好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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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what the fuck is this oh my god 我在重申一下 现在是凌晨两点 我的床还没有铺 我要在这么多箱子里面找到 我的枕头在哪 更可怕的是 我的手机已经没电停关机了 然后我现在不知道 我把我的手机充电器放在了哪里 家人们我一点都不生气 哈哈哈哈 我一点都不生气 我好开心 哈哈哈哈 哈哈 一点都不累 我一点都不累 如果这个视频给你们留下了一种 就是我这个人特别懒 什么都不愿做的印象 请你们 这个视频证明它还是有点作用的 我就是这样的人 哈哈哈哈 我人生最讨厌的事情 Top3里面至少有一个一定是留给铺床的 我知道有很多非常懂圣族的大师说 你这样铺床的方式是不对的 I know I fucking know Stop telling me Stop judging me 为什么 这个床单 我一个脚好不容易把它放得很好 我再弄另外一个脚 这个脚就会蹦出来 我就把这个脚弄出去 然后另外一个脚就蹦出来 然后我就在这儿 通常的打地鼠你知道吧 也好说他不想要这个床垫了 因为他搬新家的床是个单人床 这是一个超大的床单 所以他用不了了 所以我说 这个床垫我睡醒不醒 结果 我去了这床垫也太大了 家人们 我躺了 ok 找到了背 找到了枕头 找到了充电器 i'm going to sleep bye see you next time hey hi hello 家人们 现在已经两个礼拜之后了 现在这个是我的办公区 你可以看到我宿舍的小架子 都已经架了非常的完美了 对不对 我来给你们看看 镜头另一边长怎么样 给你看这边是非常帅气的办公室背景 对吧 再往地上一看 这就是垃圾堆 这箱子 到现在也没拆 这里面都是衣服 地狼机 再给你们看看我的卧室 到现在漆黑一片 哈哈 哇塞 真帅 你看看我的床 也没有收拾 我的珍贵的电脑硬盘 就放到了飘窗上面 也没管 再给你们看看厕所啊 家人们 再给你们看看厕所 哦 你们最喜欢的厕所 这东西根本就没收朋友们 我没有整理价 所以这些东西只能放在表面上面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了 除了我身后这一块看起来还可以以外 剩下的地方简直就是打没 啊 所以说一时半会儿这个rom tour 应该是做不了了 如果各位家人们真的想看一次rom tour的话 欢迎大力的一键三连好吧 点赞过5000 好吧 我就马上把我的屋子收拾好 做一句rom tour 各位多整点一键三连给我点动力好吧 做视频后了累的 好了 搬家vlog差不多就到这了 感谢各位家人们能看到现在 如果你不是家人们的话 欢迎点个关注成为家人们 好吧 双击666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哇再见 太远了 啊 哦 有人出来了 上一次我不是跟雷蛇的朋友们说 就是我想把我的鼠标键盘换成无限的了吗 就是能不能再给我寄点什么 雷蛇的朋友们听见了 然后他们给我寄了个鼠标垫 哎 这很难听 但是听说这个鼠标垫1000块 这个1000块的鼠标垫 朋友们我这辈子就没有用过这么贵的东西 我们拆开看一眼好不好 哇哦 是玻璃的 哎我还真就从来没有用过玻璃的鼠标垫 啥面的我都体验过了 然后它背面是这样的一个胶皮的材质 就是那个防滑垫的材质 做工看起来像是贴上去的 虽然说这个东西是雾面的头 但它真的很滑 这个鼠标垫 我目前来看最大的问题就是它 比较容易坏 就假如说像我一样 那个电脑桌上面乱放东西了 这个东西会有各种的划痕 不会有划痕 你用好的假贴就不会有划痕 来到了不得了的地方 哇哦 日本双形奥特曼和假面骑士 我跟你们说个很恐怖的事件 就是这俩我一个都没看过 我连火影我只看过一两集 海贼王我也一个都没看过 火影忍者我可能只看过早期的前三十集吧 看的最多的动漫叫做柯南 然后除了柯南以外 我就没怎么看过了现在 哇哦 这是来到了不得了的地方 哇哦 这是官方做的还是啥呀 149块好便宜啊 149块这么厚本 这是什么玩意儿 这是干嘛的 哎他们这个专辑怎么都搞得像是那种杂志一样的 好厉害啊 哇哦终于碰见狗认识的了呢 Taylor老师 我们来到了我们今天要来看的地儿 就是这里 贵贵 今天陪朋友来的哈 我是真的陪朋友来的 这个人当年还是冲到了冲到了哪儿去看他们 冲到了鸣鼓屋去看人家的演唱会 爱追星的金鱼老师 哇 398块 比韩国人贵 这个是他们的历史嘛 99年 就是他们的演唱会 哎为什么这个2020年后面就没有活动了呢 松本润 英锦祥 大野志 二宫河野 这个人忘了 对不起 对不起 阿拉西有生之年再见 不是你们来看这个的 就是朋友们都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情来看的呀 因为就是觉得以后 都可能没有机会再看到他们的一个朋友 哎呀人活着总有机会再见的朋友们 喂 日 老板不在办公室张哥搞这些 净是花的 哇哦 这个艺好甘心 开个星 这个是朋友寄给我的 没买哈 这个是朋友寄的 最近听说这个鼠标贼接着火 我朋友寄给我的好像是两个不同的版本 他这个后面写了一个Pro Max 哎呀看看 我找朋友借这个鼠标的原因呢 是因为我们要做个视频 嗯 但我说句实在话哈 能够到手里能感受到一分钱一分货的吗 我只碰见过有的人花了更多的钱 获得了更烂的产品 我从来没有碰见过有的人花了更少的钱 获得了更好的产品 实话实说嘛对吧 而且朋友们 VGN这个名字啊 我就说怎么这么耳熟 他在做这个鼠标跟外设之前啊 他是做MCN的呀 江湖上面到处都是他的传说 从努巴尼守望先锋到抽风的飞机工作室 我可听了太多关于这家公司的好多传闻了 怎么说呢 这很难评歌昂如歌山对吧 咱也不太懂 就祝你们成功吧 但是 我觉得这个 哎 笑死了 书的为什么会挺这样的 感觉每天拍视频都能见到一些新的东西 朋友们今天叫了一个美团的刨腿小哥 来帮我带练一下原神 小哥你带练今天日常刷完了吗 刷完了 我那个十年抽抽完了吗 你有你有有有有有有钱吗 就十年抽 怎么害人生攻击啊 这个美团小哥太不友好了 我要投诉你 投诉去吧 投诉去吧 哇我真爱特爱特美团 平安美团 哈哈哈 家人们这个是几天以后了 我用了这个鼠标用了几天 我跟大家说一下我用这个鼠标的感受 第一点呢就是这个鼠标特别的容易断练 如果不接那个单独的接收器的话 它基本上是收不到型号的 但是同样的场景下我用的这个狗屁王就没有事儿 第二点啊就是这个东西的做工啊朋友们 我不知道你们能看到 就是我手根本就没有使力气 这个里面这个塑料就动了 你们懂我意思吗 我前几天打游戏的时候稍微有点稍微我有一点红温 我就可能会使力气握鼠标 然后他就 他就 他就 他就进去了一点点 朋友们 只能说这个鼠标非常的符合我对这家公司能做出来东西的一个幻想啊 但我说句实在法访吧这个鼠标200多块钱 反正就是一分钱一分货的品质 如果你预算有限你买它没有任何问题 但我说句实在法访 我非常坚定的狗屁王子 我准备等第三代吧是吧 今天的办公室正是嘈杂 我们来一起探究一下为什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什么玩意 哇 这是什么东西啊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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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他很严肃 对 我现在小孩玩这个都很快 哇还有新歌 哎你得虚费了小朋友 要虚费吗 要交钱了 我想我们拍救命场的时候把这个带去吧 这就是在干嘛 哎有没有一种可能 拍一个真正的射牛挑战 干嘛 我把这个车推着走到哪里电一叉就让他坐着呢 哎哈哈哈哈这上我能坐下去吗 干嘛 啊 把脚放 你能坐进去 我能坐进去 你太肥了 这不错了 对你你坐一个 我肯定能坐呀 你坐 我坐过了我们都行啊 我们屁股都很娇小的呀 坐 你铁坐不进去 买人的我倒是会转接 哎你也坐不进去 你也坐不进去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是啥呢 星期六晚 我们去散步吧 这个是我在网上看到的一本诗集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 带壳的牡丽是大人的心脏 然后还买了一本这个漫画啊 就是这个漫画是那种猎奇的 脑洞大开的那种漫画 我还蛮喜欢的 叫奇剧场 然后还买了一本书叫做对白 这本书跟这个故事是一个系列的书 对白画面还是什么的啊 三本书然后另外一本还在录上 那为什么买这么多书呢 是因为我最近觉得自己这个灵感有所匮乏 无论是写歌还是拍视频 所以准备多看点书啊 书中自有言无欲 我们下班了直接进行一个狂选 今天来到了一个局 这是大座吃饭的地方 对我跟他说 这两个是中国人 然后被爱死了 这整个店好像只有我们两个人 是差一件事 这家店叫做毕福曼 跟毕福建没有关系 知道这家店的原因呢 是因为去年 去年有一位日本友人来中国 得了那个新冠状被隔离了 然后他的行动轨迹全是日料店 然后我们就挑他去的日料店吃 每家店都很好吃 然后这家毕福曼 是我们认为最好吃的地方 给你们康康菜单 这个他们家的招牌 牛肉得好吃 珠峰牛排388 就是价格有点上海 给你们康康这附近的环境 这是我今天的饭搭子杨总 给鼓掌鼓掌啪啪啪啪啪 大病厨远我们吃点牛 庆祝一下 庆祝一下 这不是那个网红吗 这不是那个YouTube上那个网红吗 这个这个胖子 国事无双 有一种梦回小当家的感觉 这个是杨总点的牛肝刺身 加一下这个牛 我觉得我上辈子是新学会 我爱吃各种吃人的带血 好吃 真的有人爱吃牛肝刺什么朋友们 这个我尝过 就是味道难以描述 比三文鱼还好吃 比三文鱼还好吃 我的天哪 哇哦 这个是我们点的 100克的牛肉 这个雪花牛肉 一克 一克两块钱 哦 给你们看看 哇哦 又软又嫩巨像朋友们 然后这里是放了蒜片和黄油 蒜香黄油 这样 再蘸一下 巨豪吃 要再蘸别的呢 再蘸一蘸 我不蘸了 我就是原质主义者 我就蘸他自在的 这个肉本身没有任何调味 但是巨像无比 好吃ですね 朋友们 这个是我在这家店上面的菜单上的最爱 汉堡肉 什么是汉堡肉呢 就是汉堡上的肉 然后他把面包给你去 提掉了 里面还有芝士 有起司 朋友们 这个贼香 而且是番茄味儿的 我平时来这呢 会点汉堡肉加意面 但今天没有点 原因后面告诉你们 这个是葱爆牛蛇 巨香 哦 你们闻不到味道真是亏大了 朋友们 就是葱爆了之后 那个油很香的味道 跟肉的味道拼到了一起 就是这个东西的味道 哇绝了朋友们 朋友们你们猜这顿饭花了多少钱 哈哈 我没骗你们吧 这家店的价格太上海了 上海倒不能再上海 还记得刚才我说 为什么我们没有点面了吗 是因为我们来到了这家 这家面店里面全是人 很好奇 所以主食都没吃过来尝尝 朋友们我们拍完队 然后这个是我点的面 就是 什么厚的什么豚骨鸡 鸡豚骨面 还是大家的招牌 就这个面看起来 油脂非常的重啊 朋友们 据说这家店是二郎系的面 二郎系的面 出了名就是这个汤头 油脂味特别香 我先尝尝这个汤怎么样 能尝到肥肉的鲜味 汤头都飘着 对 汤头上面都飘着油脂 我来尝尝这个面 嗯 我说你啥你知道这个面 让我想起的谁吗 伊兰我觉得就是这个味 我觉得伊兰的这个面 差不多味道 好朋友们 然后我们来尝一下这个叉烧 哎这叉烧很香耶 这叉烧软的一匹 而且明天炖烂了很香 哇哦 朋友们我要做一件特别日本人的事了 嗯 我很好奇 就是每次看孤独的美食家 他们吃完了 拉面之后 就会把饭泡进去继续吃 啊 日本特色 饺子配面 饺子配饭 拉面吃完了 里面再泡饭再继续吃 我真的很好奇什么味道 朋友们尝尝 这汤巨咸无比泡饭贼香 好朋友们 今天特斯拉直播间 请到了LKS老师做的课 怎么说 拉老师你对特斯拉有什么了解吗 很了解啊 了解哪部分 所有 我们这个五星安全白车身 请你深入的讲解一下 这个五星安全白车身啊 就自念意思 首先它是五星的 你先拿着安全的 对的 像白车身 白色的 那我如果要买辆黑的怎么办 老板不在家 一个人在他的办公室 偷吃麦当劳 偷吃麦当劳 哈哈哈哈 家人们 哈哈 新的一个礼拜 哈哈哈哈 这个礼拜老板要出差 我们都不用跟着去 然后我之前答应你们 今天这期做读评论